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下第一 只可惜你还太嫩了 可我输了一招 可惜 无缘在探索 几刀几时了 渐渐 务而后力 遇见 温温过去 什么 如不 这怎么可能 变色 难道 我没死 来 小少爷 吃饭了 喂 你是谁 要做什么 啊 啊 老爷 不了 小少爷 小少爷他说话了 小少爷 这 这是我 我 怎么变成婴儿了 我只记得和毒蛊老贼决斗 最后同归于尽 难道我 重生了 这里摆设风格十分陌生 难道是一玉帆帮 毒蛊老贼虽然被我杀了 但他的余孽仍在 我得赶紧赶回宗门 翔天才六个月大 怎么可能会说话 你莫不是为难为糊涂了 喂 你们 请问天剑山怎么走 呃 呃 翔天 翔天真的说话了 呃 呃 呃 你谁 放开我 放开 哈哈哈哈 小少爷难道是传说中的天选之人 半岁就能说话 哈哈哈哈 我徜徉家终于出了一个天选之人 家族复兴有望了 喂 我不管你什么家族 我现在只想回天剑山 来人 我后来得知 这里叫做天元大陆 是另外一个世界 于是 我就以徜徉家想少爷 徜徉祥天的身份 在这个家 呆了下来 我保留着前世的记忆 以便暗中调查 如何返回天剑山 以便重新修炼紫青剑点 一晃三年 徜徉家的胜利测试 是 我相信结果这三年的小脸 我一定会让所有人 大吃一惊 你我的水 还不吓傻你呢 少爷把手摁到石碑上就可以了 哦 这 这 这符号有啥意思啊 测试结果怎样 经过测试 小少爷无法修炼胜利 傻 无法修炼胜利 那不是等头废人 什么 到错了吧 傻 小少爷不能修炼胜利 德叔 德叔 你说祥廷无法修炼胜利 祥廷 我是废人 别开玩笑了德叔啊 一定是这石头坏掉了 老夫这就再测一次 洞察之谋 这就完了 您不再看看了 老爷 老夫仔细探查过 少爷体内毫无胜利 确实无法修炼 这 怎么可能 哎呀呀 每个月独享府上 那么多修炼资源的天才 怎么会是个废人呢 哼 听见没有 你们少爷已不是什么天才了 还不快把射上的东西收起来 丢人现眼 哎 快走快走 这几年 我一直在修炼此心间点 已经逍遥所成 天内怎么会没有胜利呢 这里的力气 连比我当初的世界浓郁 修炼应该更有成果才对 难道是因为 此心在你的第一层是炼身 我将所有的生命 都融入了肉身锤炼 所以体内才会没有胜利吗 原来如此 老爷 翔天既然是个废人 那长阳家的未来 自然就要依仗我们科尔 别说了 我明白 从今天起 原本发配给翔天的修炼资源 都整给科尔 给四亿台的银钱也减半 见我是个废人 态度立马就变了 还真是现实啊 今天就到这儿 都散了吧 四妹 养了个废物儿子 真是辛苦你了 小少爷 别怪家主现实 他毕竟肩负着整个家族 知道了 我明白的 明白你个西瓜屁 娘亲 孩儿不争气 不能修炼又怎样 我家想天在别的地方天赋异禀 肯定不会比别人差 到时候一样出人头地 娘亲别怕 有娘亲在 不会让别人欺负你的 嗯 真是我的好孩子 放心吧娘亲 我一定会用实力 让府里的这些人 都后悔今日的决定 不能修炼又怎样 我家想天在别的地方天赋异禀 肯定不会比别人差 到时候一样出人头地 娘亲别怕 有娘亲在 不会让别人欺负你的 嗯 真是我的好孩子 放心吧娘亲 我一定会用实力 让府里的这些人 都后悔今日的决定 这是最后一本了 藏书阁的上万本书 就都看完了 之前就尝试将这个世界的功法 和子卿见点融合 也不知威力如何 而且 那从三年前练身结束后 胜利就不再需要融入肉身 修炼起来 就事半功倍 天快亮了 该向娘亲问安了 不能让她发现我 暗中修炼的事情 香天啊 你要记得 无论环境多辛苦 都要做一个高质量的男人 娘亲 对不起 如果不是我 你也不至于受苦 说什么傻话呢 现在这样挺好的 虽然每天粗茶淡饭 但这样有益健康 而且黄瓜还能减肥美容 这岂不是一举三得吗 听说预风宴最近买的高价保养品 有问题 她整个脸都肿了 活该 差点忘了 香天 这是你今天要看的书目 以及要完成的作业题目 这么多 娘亲 我光看书不行吗 这些作业写起来好麻烦的 我只靠看书 就能记住所有内容 真的不必这样 香天 你不能修炼胜利 将来想要出人头地 只能靠读书 娘亲也是为你好 要不要告诉她 其实我能修炼胜利了 你若是能修炼胜利 娘亲肯定会加倍要求你的 娘亲肯定会加倍要求你的 还是幸运 娘亲 那我现在就去藏书阁看书了 去吧 记得写作业 今晚娘有检查哦 好 藏书阁现在已经没有可看的书了 作业也不想醒 去哪里打发时间呢 这股香气 是娘亲最爱吃的萝卜糕 给娘亲拿几块萝卜糕回去 她肯定很开心 哟 这不是小少爷吗 长阳家的小少爷来厨房偷吃 传出去可不好听啊 秋二 我身为长阳家小少爷 你胆敢对我出言不逊 就不怕责罚吗 这些狗眼看人低的小丝 哼 我是三姨太的人 四姨太都管不着我 更何况你这个废物少爷 把萝卜糕给我 我想起来了 四姨太好像爱吃萝卜糕 小少爷还挺孝顺的嘛 要不是这废物拖累 四姨太身为光明圣尸 怎么可能连萝卜糕都吃不上 多亏老爷仁义 要不早把这娘娘撵出去了 把萝卜糕给我 对呀 受划了 你 滚蛋 这几年你们仗着有三姨她在背后撑腰 暗中刻扣给我娘的银钱 食喝用度倚次冲航 以为我不知道吗 今天秋二以下犯上 本少爷略施惩罚 你们 有意见吗 从今往后再有类似的事情 绝不放过你们 听见没有 是 她居然一拳就把胜利三层的秋二打倒了 这还是那个废物小少爷吗 教训了秋二他们 心情顿时愉悦了不少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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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脑袋 鬼涕羊 掏耳朵 呃 预风燕的胖儿子又在瞎胡闹 这也算练武 看见他就闹心 还是换条路走吧 那不是小废物吗 嘿嘿 送上门来的肯定得欺负一顿啊 小弟 过来啊 三哥给你糖吃 吃糖 你以为我是六七岁的小孩啊 难道你不是啊 好吧 我 是 小弟 陪三哥我练武吧 放心 三哥肯定会手下留情的 御风燕和长颜克 这几年没少欺负我和娘亲 不如我 趁这个机会 也教训他一下 嘿嘿 好呀 三哥 你可一定要手下留情啊 嗯 语风燕和长颜克 这几年没少欺负我和娘亲 不如 趁这个机会 教训他一下 嘿嘿 好呀 三哥 你可一定要手下留情啊 嗯 啊 是 温暗 小弟 你去挑剑喜欢的武器吧 三哥 我用这个和你打 小费文脑子也不好用 想用这小葱汁和我打 真是找死 九弟 你小心哦 三哥要开始进攻了 汉昭 什么 小 小弟 三哥 你输了 这 这怎么可能 这不算 你耍赖皮 我没输 三哥 我不知道我哪里耍赖的 这 反正刚才那次不算 我们重来 没问题 我们重来一次 刚才是我太轻敌 被他逮到了机会 只要我认真起来 小废物肯定不是我的对手 但就算我轻敌 小废物也没可能赢我呀 难道是那树枝有猫腻 小弟 你能给我看看你的树枝吗 能 一根树枝 有什么可看的 小废物 没了这树枝 看你怎么赢我 难道是露出真面目了吗 这是 小废物 请 做个 一身遇见 呵呵呵呵 知道自己输了 所以必也认命吗 黄阳家未来的家主是我 去死吧 小废物 进来 什么 怎么 怎么回事 行 行 小废物 你 你打我 我要告诉我娘亲 哼 再敢叫我小废物 下次我就杀了你哦 看来这次是瞒不住了 无所谓了 大不了就受罚呗 只希望别连累娘亲 终于按捺不住 展现实力了 看来府上 要变天了 啊 老爷 你要见克尔救主啊 要不是克尔命大 他已经被小废物 杀了 老爷 小少爷满河不讲理 无缘无故打了小蛋 老爷一定要严惩 小少爷呀 杨天明明无法修炼胜利 怎么可能先后 打伤丘尔和克尔 啊 伯德尔 怎么一向念祥天 肯定只是他用了什么 卑鄙手的害克尔 克尔可是为了个家主 老爷你要为我们娘俩吞主啊 昌阳家历来以仁爱宽厚著称 如果确实是祥天无故行凶 我一定严惩不待 来人 把祥天给我叫来 如果查明他真的谋害清歌 家法伺候 是 碧云天 这次你们娘俩就都等着被赶出家门吧 老爷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 这事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 不必去找祥天了 老爷 今日之事与祥天无关 都是我在暗中出手 打伤克尔和丘尔的 不是祥天 而是你 祥天无法修炼胜利 我担心他受欺负 便一直暗中跟随保护他 今天我看到丘尔和柯尔欺负祥天 一说气愤 便出手教训了他们 哪 小的冤枉啊 我没欺负祥天 是啊老爷 柯尔崽星人后 丘尔老师本分 怎么会去欺负祥天呢 分明就是四妹为了袒护祥天 故意拦下所有罪责 祥天不能修炼胜利 是全副上下都知道的 他如何能打伤克尔和丘尔 这 不行 不能就这么便宜他们 老爷 所有的事都是我做的 与祥天无关 我愿接受责罚 这 祥天不能修炼胜利 是全副上下都知道的 他如何能打伤克尔和丘尔 这 不行 不能就这么便宜他们 老爷 所有的事都是我做的 与祥天无关 我愿接受责罚 这 明天 既然你都承认了 那就罚你闭门思过一个月 啥 没问题 老爷 柯尔可是差点死掉 你怎么能轻饶了他 我头好疼 我是不是要死了 柯尔的生死可关乎家族命运 你还不把这毒妇去中家门 是吗 照这么说的话 只要能治好柯尔的伤 咱们就可以一笔勾销了 不行 谁知道你是不是要假借治病为由 伤害柯尔 分明就是你想姐姐欺负我们母子 胡说 是你们伤人在先 你儿子就是个熊孩子 那都不该打吗 你儿子才是熊孩子 有什么样的娘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我柯尔比翔儿优秀千万倍 柯尔才是未来的娘 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人来找我 难道征阳克母怎么去告状 娘亲也不知道去哪了 什么傻坐着好无聊啊 谁 竟然敢打上三少爷 你死定了 是玉枫燕派你来的 没错 三一太人你很久了 受死吧 想躲 这人是生意四层 我能对护 该我了 你跟树枝也想伤我 谁说树枝就不能伤人 什么 父亲 祥婷 你真的能使用胜利了吗 对 我很早就可以使用胜利了 三哥和丘尔 都是我打伤的 要打要发随你 只要被牵连我娘亲便可 湘天 能修炼怎么不跟父亲说呢 这样你们母子也不会 告诉你又怎样 当初觉得我是天才 对我百般宠爱 后来觉得我是废物 又弃之不理 对你而言 我到底算什么 儿子还是工具 我是有苦衷的 我要为家族的未来考虑啊 你有苦衷 我们就没有吗 这几年 娘亲和我的日子过得如何 你问过吗 如果我真的是个废物 就算死了 你恐怕连眼睛也不会眨一下 湘天 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 为父怎么可能这么对你们 其实 你怎么对我都没关系 但你不能委屈我娘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是一家之主 很多事都是身不由己的 是啊 你是一家之主 考虑所有人 但我 只关心我娘亲 等 等等 湘天 要打要发随你 反正这个家对我而言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唉 湘天 老爷 认错道歉 没那么难的 德叔 你都看到了 说真的 小少爷靠着这样一根树枝 打伤了三少爷 又差点伤到你 真是天赋异禀 我将实力压低至胜利四层 才让他有机可乘 当初测试明明说湘天不能修炼 为何他又能修炼了 当初测试完 我就觉得不对劲 所以 这几年我一直暗中留意小少爷 也发现了他偷偷 也发现了他偷偷去藏书阁 修炼生力的事情 德叔 你知道了为何不告诉我 我在观察小少爷 也在观察老爷你 啊 观察我 如果老爷你一直有眼无珠 待时机成熟 我便会带湘天离开 去能培养他的地方 德叔 徜阳家带你不薄 你怎能做出这种事 老爷 我只是徜阳家的客亲 你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管 又怎能怪罪一个外人呢 这 是我错了 我没能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黄羊补牢 为时未晚 小少爷是置信之人 老爷 你若肯和他坦诚相待 他定然也会对你交心 好 我这就去找祥天道歉 老爷去处置祥天了 你们娘儿俩这次完蛋了 猪头脸 别嚣张 大不了我带祥天回娘家去 再说了 你相家这副尊容 敢出门吗 哼 我过几天就好了 要你管 明天 封烟 我已查明 人确实是祥天打伤的 没错 是我 老爷 你可一定要严惩祥天这个凶手啊 老爷 虽然祥天打伤人不对 但是柯尔和丘尔也不该仗势欺人 所以这件事就算扯平了 祥天 道歉 对不起了 三姨 这是认错的态度吗 老爷 柯尔可是家族未来的希望 怎么能 住口 丘尔暗中刁难云天母子 这已经是犯了家规 规已经将她驱逐出府 听好了 从今往后 全府上下谁再敢对云天母子不敬 一定严惩不淡 娘亲 你没被欺负吧 娘亲没事 你父亲真的没责罚你 没 我们进行了一场男人间的谈话 小孩子家家的 说话怎么总像大人似的 明天 就劳烦你帮柯尔和封燕 露制这伤 没问题 只要不追究想天就行 我们才不让他治 封燕 别闹了 是 一切都听老爷的 啊 天地间有种特殊的能量 正通过娘亲的双手 装入他们的体内 这就是光明圣尸的力量了 啊 我美丽的脸蛋回来了 太好了 复原了 娘好棒 哦 老婆好棒 哼 想是一桩 我如果学会这种特殊能量的使用方法 修炼肯定是半功倍 这次的事情虽然我不追究 但祥天毕竟有过错 不得不罚 啊 这可跟说好的不一样啊 老爷圣明 所以还是要责罚他 祥天之前暗中修炼 不成体系 从明天起 就罚祥天跟着德叔 去后山的密室修炼 直到他胜利八层为止 这是惩罚 真的吗 父亲 我也想受罚 好吧 有德叔做指导也不赖 还有这个 这封信 将会改变你的未来 前提是 你晋级胜利八层 改变 我的未来 祥天最近修炼如何 可曾突破至胜利八层了 最近几年 小少爷的提升速度 远不及当初那么惊人 现在只是胜利七层 虽然他刚十四岁 就有如此表现 堪称天才 但老夫总觉得 小少爷似乎并没有尽全力修行 此话怎讲 德叔 可有证据 并没有 只是老夫有种感觉 似乎只要小少爷愿意 随时可以晋升胜利八层 今年祥天 如果没有能按时晋升 胜利八层 那也就只能再等一年了 四奶奶 哦 这是应激的水果和点心 老爷特意吩咐送给您 和小少爷的 哦 祥天正在修炼 都放在这儿吧 等会儿我给他送过去 是 祥天啊 修炼完就出来吃点东西啦 没了剑城做靠山 你们这些魅力 就是让我们宰割的鱼肉 哈哈哈哈 哦 剑城大哥一定会回来替我们报仇的 我和独孤们的贼子们亲了 哇 剑城和独孤门主同归于尽了 回不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不 等等 住手 吴 又来 这是什么 见晨 这几年 你真的懈怠了 我知道 你在前世 从未体验过家当温暖 所以现在的一切 都让你不仁割舍 你们要拼尽全力去变墙 反倒习惯于长阳府的生活 但你不是长阳像天 你是近尘 从门的人 还在等着你回去 不断变强 找到回去的方法 这一天 绝不能忘 我尽急 胜利八祖 什么 小少爷 你痛破了 现在 我可以打开这封信了吗 当然可以 入学通知书 这是我们格森帝国 最有名的卡加斯学院 只有十八岁前 晋级胜利八层 才有资格进入 当天呢 这是爹送你的空间腰带 昂阳家的未来 就靠你了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若你能在十八岁前凝结圣兵 成为圣者 也再送你一个空间戒指 才一个空间戒指 这不是有点小气了 父亲 臭小子 蒋天 这是你第一次出院门 你看这些东西够不够 太多了 娘亲 宇峰宴听说你要去卡加斯学院 气得都病了 儿子 很漂亮 娘亲 你这是幸灾轮廓吗 嘿嘿 没错 小少爷 时间不早了 我们该走了 好 姑且 娘亲 我走了 一路小心 接得成血腥回来 加斯学院 我来啦 许久没有体验飞行的感觉了 还真是怀念 小少爷果然不同凡响 同样的场景 当年你大哥 可是吓得全程不敢动他呢 什么 我还有个大哥在卡加斯学院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哎呀 瞧老夫这记性 一直忘记告诉你了 你大哥 长阳虎 乃是大夫人所生 老爷娶了三夫人之后 两位夫人不和 大夫人一怒之下 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大少爷 回了娘家 之后 便和长阳虎断了联系 原来如此 如果不是娘亲够厉害 恐怕 也会被御封院给挤走 唉 大家族的恩怨情仇啊 小少爷好像很懂的样子 大少爷十七岁进入的学院 你今后在学院中遇到困难 可以多找大少爷商讨 多谢德叔 知道了 小少爷 我们到了 这 就是卡加斯学院吗 好多人啊 如何才能找到大哥呀 大少爷肯定会有办法的 长阳相天 大哥在这 太夸张了 我说 这就是大哥的办法 大少爷总是这么特别 德叔 德叔 少爷 老爷一直很挂念你 德叔 别提那个死士里人老弟 我和他没关系 香天 都长这么大了 大哥 大少爷 劳烦你照顾小少爷了 我还得去找一下校长 德叔 您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 今后在学院里 大哥照着你 这个大哥 很靠谱的样子 这 还有这 这些都是卡加斯学院 行了 介绍完毕 大哥 真是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呀 不错 这大哥 真是不靠谱 明天是新生比武大赛的日子 我替你报了名 能和别人打成一片 就表明你融入新环境了 大哥 你是不是对打成一片 有什么误解呀 你一定要好好表现 这是你的报名资格 可是我对这比赛 我无情绪 还是直接去学院吧 哦 对了 你的报名材料 我忘拿了 香天 你先去食堂吃饭 我去拿材料 就这样 把我丢在这里吗 换菜便宜美味 无论是讲究 平复平等的学院 喂 这张桌子是我们的了 识相的 赶紧滚 喂 跟你说话呢 你聋了吗 要吃 就做下了一起吃便是 这张桌子 归学院所有 什么时候成你们的了 你不配和我们一起吃饭 再问你一次 到底让不让 二哥 和他客气什么 直接赶他走就是了 让不让的 等我吃完再说 你们不做 那就站着等吧 小子 你这是在找死 竟敢这么和我们说话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这位同学 看你制服的材质 也是贵族出身 你叫什么名字 是哪个家族的 虽然学院严禁贵族 欺压平民 但贵族之间的争斗 学院并不干涉 信不信我让你从此 无法在学院立足 是卡迪家的三兄妹 这新生怎么惹到他们了 显白家事放好话 在前世看过太多了 真幼稚 喂 我在和你说话 臭小子 摆什么补 我大哥和你说话呢 这小子 吃吃吃 让你吃 吃吃吃 让你吃 什么 大哥 心浮气躁 下盘步 功夫练得不行啊 你可笑话我 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 别打了 我吃完了 我的位置让给你们 马昆 这里没你的事 大家都是同学 别起冲突呀 你这贱民 也会和我说话 你真想打人 就打我吧 我皮糙肉厚 不怕疼不大 哼 不愧是贱民 竟然还主动逃打 二哥 狠狠教训他 混账 这是你自找的 二弟 学院内禁止贵族与平民起冲突 哼 算你走运 这位同学 你成功得罪了我们卡迪家族 我奉劝你赶紧去办理退学手续 毕竟贵族之间的冲突 学院是不会差什么 你也不想落个断手断脚的下场 最后被抬出学院 想动手 我倒要看看 谁敢动我四弟 这什么破桌子 一踩就碎啊 大哥 你就不能换个正常脚的出场方式吗 卡迪云 想打架 来 我陪你练练 对了 四弟 这是你参加新生比武大赛的材料 现在是管什么材料的时候吗 新生比武大赛 这小子竟然是你四弟 是不是和我一样一表人才 我可没说你一表人才 你又是谁 敢说我们卡迪家族 你不怕死吗 长阳虎这只疯狗可不好惹 有他在 我没法收拾这小子 只能再另想办法了 哼 今天这笔账我记下了 咱们走 大哥 啥 怎么样 大哥够有面子吧 这事恐怕没那么简单 刚来的那个傻子是谁 他叫长阳虎 出了名的难产 大哥 这事就这么算了 当然算不灵 那小子也报名了新生比武大赛 只要你们在大赛上将他虐杀 长阳虎也说不了什么 看得罪我卡迪家族的人 都得死 大哥也真是的 急匆匆就走了 四弟 我还有事 先溜了 不过 铁塔那家伙 还挺好玩的 香天 以后我们都是朋友了 有事说话 现在要去哪里呢 算了 就随便在学院里面转转吧 见识一下帝国第一学院 学长 学妹 学长 学妹 小树林忽然都有见不得人的秘密 行迹可疑 未见即到 记住 等目标出现 你们就假装流氓调戏他 我在出场 英雄救美 大哥放心 帮大哥追女生 我们赴汤蹈火 我的女神 是个小绵羊 你们要温柔点 听见没 明白 果然 好烂的套路啊 一点创意都没有 行动 算你们倒霉 小爷我正好没试做 好漂亮的女生啊 啊 哎呀 头头头 小姐姐 能不能赏脸一起吃个饭呀 我就喜欢你这种类型的妹子 你们 你们不要过来啊 怕啥呀 小妹妹 来 哥哥我摸一下 啊 别 别过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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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啊 啊 啊 这种类型的女生啊 虽然我不喜欢打架 虽然我不喜欢打架 但对于坏人 我不会客气的 没想到这姑娘 看起来柔柔弱弱的 实力还真无责 大哥 救命啊 哦 实实实你大哥 别瞎喊啊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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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你是他们的老大 那就更应该教训了 呦 这下回是谁 我们大哥呢 管他的 跟我们没关系 快走 坏蛋接招 哇 正好无聊 老师 实力 坏蛋接招 哇 正好无聊 老师 实力 你们两个 住手 老师 身 身体被定住了 绝缘有规定 严禁私下动物 你都忘了吗 老师 他是坏人 您不是说过 绝不能犯过坏人吗 都说是误会了 事情我会处理 你回去 继续修炼 哦 你们当我是空气吗 这死丫头 什么二位 何阿姨 有话好说啊 事情不是你徒弟说的那样 阿姨 你胆子不小啊 不过 你体内的力量 似乎有点特别 不会吧 难道他能看出 故事穿越来的 不必紧张 我从不好奇别人的秘密 哪怕是你 长阳家的小子 啊 志阿姨 难道认识我 不过 在那之前 你得证明你有活下去的价值 不然 我会亲手杀了你 这 这是疯了吧 阿姨 咱们好像 没有恩怨吧 长阳家的小子 记住我说过的话 这是 这次 就当是见面礼好了 见 见面礼 这是 传颂法术 这是哪里啊 四弟 你怎么会在这儿 大哥 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伤得这么重 想来后山 搞没一间魔盒送你 结果不小心 惊动了一只三间魔兽 挨了几下子 还以为要死在这儿 没想到你竟然来了 我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正好把魔盒给你 你马上要参加 新生比武大赛了 这金盒 能助你临阵提升实力 大哥 你白天说有事 就是去帮我搞魔盒 你是我弟弟 大哥没啥本事 只能替你做这些了 大哥既然为了我 不顾生命危险去魔盒 你一定要好好表现啊 这大赛 有这么重要吗 大哥 你在干嘛 四弟 哥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记得把我的骨灰带回去 大哥 咱能不闹吗 你受的都是皮外伤 虽然严重 但不会死的 啊 不会死啊 我还以为我不行了 哈哈哈哈 如果我不在 你恐怕真的会失血过多而亡 好了 血止住了 只要尽快赶回学院救治就行了 四弟好样的 不愧是我徜徉家的天才 哦 哦 四弟 慢点 痛得痛啊 等上了吗 但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徜徉家的小鬼 新生大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快走 不然没有好位置了 我倒是比较期待 今年的新人王会是谁 哇 不愧是卡加斯学院 新生大赛 都能搞出这么大的阵势 徜徉翔天 一起当天 四弟 加油啊 我可是拿出了全部身家 买你赢啊 哈哈哈哈 大哥 你这是想让我当场赦死啊 各位同学 我是卡加斯学院的副院长白恩 今天的新生比武大会 由我来主持 本次大赛的奖励 与网界一样 第一名 可以获得一枚三接魔盒 第二名 则是二接魔盒 第三名 十一接魔盒 而凡是进入前五十名的 都能获得一枚紫金币 兴不兴奋 开不开心 一枚紫金币 可足够普通人家 十年的生活费了 太好了 没见过睡眠的穷鬼 一枚紫金币就这么激动 真是可怜 我每天的零花钱 都不止三枚紫金币了 根据分组抽签 开始单场淘汰赛 规则也很简单 不允许使用武器 严禁下杀手 那么 我宣布 比赛 安许 这 这也太浮复了 臭小子 可别太早被淘汰了 我还等着亲手收拾你呢 说不定他一上场就被淘汰了 对 你们长得丑 你们说的都对 唉 臭小子 你最好祈祷别遇见我 不然我一定废了你 四弟好棒 荒阳祥天圣 卡迪亮放 别打上 没事吧 输了 直接就被你丢出场地了呢 八强名额已产生 第一轮 荒阳祥天对卡迪丘利 能打到八强 算你走运 小妹 为了他 四弟加油 唉 还真是原家路者 你的好运到此为止了 能打到八强 算你走运 小妹 为了他 四弟加油 唉 还真是原家路者 但你的好运到此为止了 唉 嗯 看你躲到什么时候 唉 他竟然脚步离地 拖开了我的全部攻击 到我了 唉 我不愿意打女生 你认输吧 啊 难道他的实力比我还强 这怎么可能 不行 我绝对不能输给他 不然我的颜面何存 我还没输 灵丸不灵 行了 啊 啊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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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我此轻见绝已有小城 不然 刚才真的危险了 刚才发生什么了 啊 卡迪丘利 怎么突然就倒下了 合着太远没看清 好像 卡迪丘利鞋子 飞出什么东西 并好只是普通的毒针 不会闹出人命 这东西跟我可没关系啊 卡迪丘利违规作弊 取消比赛资格 昂阳祥天获胜 耶 四弟 我犯财了 哈哈哈哈 昂阳祥天 你很不错 嗯 这是在夸我 总觉得这副院长 有什么阴谋的样子 二弟 这尽要能大幅提升你的力量 吃下它 大哥 你难道 信不过我的实力 我不允许发生任何意外 之前三位尸首 已让家族蒙羞 务必夺冠 才能保住卡迪家的颜面 好的大哥 我明白了 路人甲失去意识 昂阳祥天获胜 哼 哇 果然厉害 祥天 哎 别打了 嘿嘿 加油 兄弟 我们决赛剑 卡迪天的状态 不太对劲啊 我力气很大的 打起来可不会留守 你要小心咯 少废话 你根本不配做我的对手 比赛 开始 有 有 居然比我的力气还大 我 亏了你 去死吧 副院长 谢大王 有没有事 小天 对不起 我输了 放心 我给你报仇 嗯 喂 你 准备好受死了吗 长阳祥天 我要杀了你 副院长 可否现在就开始决赛 副院长 卡迪亮明显作弊 必须取消他的资格 如果你们双方都同意 那决赛 现在开始 黑木 副院长包庇卡迪家族 这比赛不公平 我要见院长 太吵了 云爹好好反省吧你 我还会回来的 大哥 卡迪亮确实吃药了 长阳祥天 就让我看看 你有何自信 敢在这种状态下赢成的 比赛开始吧 为了赢你 放下了骄傲 也成了这个样子 长阳祥天 我要让你记住 合罪卡迪家族的下场 说话就说话 你破坏宠帝干嘛呀 我现在的力量 已经堪比胜利十层 把什么和我斗 很快你就知道了 看到你这副样子 就想打爆你呀 就这样和你斗 就这样和你斗 可 可恶 准备好了吗 再大大的演武场 什么 练武场 这个混蛋 竟然敢赢我 卡迪亮在搞什么 小丑表演吗 卡迪亮竟然还能劈唱 没看出来呀 二弟 你在搞什么鬼 给我认真起来 别丢家族的脸 你敢不敢不用妖法 和我堂堂正正打一场 好吧 那我就认真点和你打 我把你打个稀烂 你能抓到我再说 好快 什么时候 我承认你速度很快 可惜 拳头太无力了 让你打一拳又如何 谁说是一拳 别打了 你都不配 让我用剑 唉 不过堂堂一带剑胜 竟然在这里欺负小孩 传出去个带丢人了 长阳降天获胜 成为本界新人王 这小子真的只有十四岁吗 无论是经验还是战斗技巧 他仿佛是九斤战场一般 嗯 长阳降天 我对你还真是越来越好奇了 卡迪家族身败名裂 作弊弄输给我四弟 丢人丢大了 太巧了 我还会再回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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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阳 我 长阳降天 绝少不了你们 三天 我牵手将你们从学院成名 蒋天同学 恭喜你成为本界的新人王 这是新人王的奖励 三千模 每晚奖励 你就可以走了 好 多谢副院长 那我就先回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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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天同学 今后还要继续努力 我很看好你的 是 院长 您觉得他如何 哦 哈哈 实力出众 心态成熟 他真的只有十四岁啊 学院是否需要提供资源 助他修炼 把他搞好关系 现在还不必 蒋天这么出调 某些人不会坐视不理的 您是说 阿满 蒋天如果能通过考验活下来 我们再投资拉拢 也不吃 是 院长 我明白了 大哥 四弟 你没事吧 白院长把你叫到办公室 说什么了 啊 没说什么 就是把奖励给我 嘿嘿 大哥 你为了我 拼此去获取磨合 这三间磨合 就送你吧 这是你的奖励 你留着吧 对你修行很有帮助的 大哥 香天 我是你大哥 听我的 好吧 那我就留下了 这才对嘛 走 大哥带你吃大餐 庆祝你成为新人王 嘿嘿 我要点最贵的 没问题 等等 大哥 这都是你搞出来的 当然 是不是很有面子 你这次 可真给大哥掌脸 嘿嘿嘿 大哥 有点不对劲 嗯 对啊 路上怎么没人了 两位 我们又见面了 大哥 一定要狠狠教训他们 大哥 长阳祥天会妖法 你要小心 长阳祥天靠着卑劣手段 赢了我二弟和三妹 我是来替卡迪家族 讨回公道的 不就是书极了 想找回面子吗 卡迪云 有本事就咱俩单挑 怎么样 可我单挑 嘿吗 你都凝聚圣兵了 卡迪云实力 竟然比大哥还强 长阳虎 我今天要废掉你们兄弟 将你们从学院除名 我们卡迪家族向来以德夫人 不会对手无寸铁的人出手的 给 接着 卡迪云 你晋级圣者又如何 本少爷照样打爆你 四弟 我拖住卡迪云 你找机会冲出去 卡迪云 受死吧 受死吧 无自量力 什么 可恶 抓住你了 四弟 快走 你以为这样就能控制住 你太天真了 所以才说 无自量力啊 大哥 四弟 你刚才为什么不真心冲出去 大哥 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啊 这个混蛋 猪肉竟然这么重 可他没完 四弟 别去 你不是他的对手 大哥 让我来收拾他 二哥加油 好 好 阳祥天 上次是我大意 这次 心情不好 没兴趣听你废话 一拳打背卡迪亮了 卡迪云 准备好 受死了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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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阳虎胜利 十层都不是我的对手 你区区八层 也配在我面前叫嚣 大哥 狠狠教训他 废了他 阳阳相天 今天就让你好好感受一下 圣者的真正力量 混黑到底 还打算用赢我二弟时的妖法吗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都将毫无意义 死吧 死吧 生着他肉身尖硬四体 你的攻击 根本不痛不痒 是什么吗 四弟 快走 你不是他的对手 行走 晚了 谁说我要走 他就永远留在这 没这个本事 肉身在强 关节不畏 也是脆弱的 是 什么 我的胳膊 两尊处优的公子哥 实战经验真是垃圾 大哥 你还好吧 你的手 滚开 茶蜜羊祥天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你 杀过人吗 什么 趁我没改变主意之前 滚 或者死 你 你给我等着 大哥 大哥等等我们 这就逃了 真是没用 哇 你 大哥 我厉害不 四弟 你真的只有十四岁吗 看起来好吓人啊 你说啥呢 人家真的只有十四岁啊 你带我出去玩好不好 我信你个鬼 你的表情 表情 大哥 你离我远点 这个叫长阳祥天的小鬼 也太逗了 你说是不是 不用替他说好话 他的死活 又不是我说的算 上面的人 可都在看着他 谁让他试 这就是他的命运 大哥太不靠谱了 把书交给我 自己反而跑去闭关了 也怪我 一时大意 把前世的修炼功法 交给了大哥 四弟 你教我的这修炼功法 果然神奇啊 你从哪儿学来的 是我在家族的藏书阁里看到的 原来如此 我从小离开长阳家 难怪不知道 有了这功法帮助 相信我闭关几天 就能晋级胜者 这突如其来的热血 是怎么回事啊 不过 学院的图书馆 竟然还有这种书 我似乎明白 大哥为什么不思进取了 到了 这就是卡加斯学院的图书馆啊 果然规模宏大 看样子 算是找到一个 修行的好地方了 慢着 保护费先交一下 保护费 没错 卡迪云修学回家了 现在的图书馆 归我们大哥 罗剑罩着 卡迪云修学了 少打岔 你哪来那么多疑问 还交保护费 不说 无书馆的地盘 明明归我大哥成名祥 哪里留得到 你们来收保护费 行 大家都是同学 和气生财 这位同学 你交两份保护费吧 你们 认真的 我们收保护费呢 配合点 不然 找你啊 我想低调做人 奈何你们 都不给机会 大哥 我们再也不敢了 你放过我们吧 也不识太善 说 你们都错在哪儿了 大哥 我们错了 我们不敢来图书馆收保护费 老师竟然还说你不是坏人 原来这些收保护费的 都是你的小弟 而你 而你 还看这种龌龊下流的书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我狡辩 不是 听我解释 哼 你这种好色的混蛋 我绝不放过 你真的误会了 这书不是我的 他们也不是我的小弟 你还狡辩 我亲耳听到他们喊你大哥 看拳 我闪 你等着 会有人来替我们报仇的 喂 你们替我解释一下 看来 我只能自证清白了 要动手了吗 来了 白副院长 白副院长 你我逃 这 又被这坏蛋逃掉了 气死我了 看说的心情全被脚没了 回去了 终于走了 我好歹是一带剑圣 和一个小姑娘叫什么劲啊 你躲得很快嘛 是啊 白 白副院长 你什么时候来的 就在你刚才假装喊我的时候 你眼睛很好嘛 对不起 白副院长 你和那女生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躲着她 没关系 只是见过两次 发生了点误会 我不想加深误会 就躲着她了 向天 你相信缘分吗 学院一共有四大区域 学生有几万人 你和她能遇到还会发生误会 这就是缘分 这算什么缘分 明明就是误会越来越深了 以后你就明白了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这副院长 大哥 我们错了 你们先反省着 我还书去了 是 大哥 不好了 老剑大哥 我们的人在图书馆被人打了 谁敢动我的人 终于把书给还了 以后再也不帮大哥 看你这种丢人的事了 门口什么时候聚集了这么多人 陈明祥 听到卡迪云休息 你就惦记着蹦出来争老大了 罗剑 你搞清楚 卡迪云从来都不是我的对手 我只是懒得和他争而已 这位同学 出什么事了 你不知道 有人把陈明祥和罗剑的人都给打了 这事我知道 就是我干的 你知道你还问我 啥 你干的 大哥 就是他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闯进来 就是你小子打伤了我的人 听说你叫徜徉祥天 是今年的新人王 这个人的气息 很危险 是杀过人的眼神 臭小子 别以为新人王有什么了不起 现在跪地求饶还来得及 没错 就算你再厉害 能赢我们这么多人吗 你们这 你们这就算人多了 你们这就算人多了 想打架 算我一个 天堂 这是我和他们的事情 你别拆我 江天 你难道 以为我是怕事的人吗 你还当不当我是朋友了 当然是朋友 你们在我这演苦情戏呢 来都来了 都给我收拾了 是 大哥 你也随着呢 上 冲锁 小子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冲 好好答辩他们 好 天堂 那我们就并肩作战 好 快撞 还没打完呢 一群废物 去死吧 惨 惨了 精进决 一期一期 天 哇 香天 还好有你在 不然 我怕这就完蛋了 我人硬实力方面的杀绝 不是招式和经验可以弥补他 这下我是高级胜者 比卡迪远还强了两趟 刚才那一季 怕是只有他五成功力 你化解我剑气的手法很有趣 我从未见过 把方法告诉我 我可以不杀你 在学院内 阁下洋洋杀人 就不怕被学院处罚吗 让院长知道 肯定会开除你的 你觉得我会在乎吗 找死 收住手 白副院长 学院内 不是你们私斗胡来的地方 见过白副院长 公共场所打斗 严重违反学院规定 你们成何体统 这 既然都这么有干净 一个月后的魔盒狩猎赛 你们都给我好好表现 不合格的话 恕罪并罚 我绝不轻饶 魔盒狩猎赛 新生又不参加狩猎赛 副院长 你分明就是针对我们 从今年起 新生也要参加狩猎赛 成绩不合格的 直接劝退 任何人都必须参加 不许请假和弃权 必须参加了 这里面 似乎有阴谋啊 院长 让朝阳祥天 参加魔盒狩猎赛 真的没问题吗 那琴家伙给学院施压 我能怎么办 朝阳祥天 对背后的事情 一无所知 需要告诉他吗 无必 这也算是考验的一部分 院长您的意思是 几个候选人 都会参加魔盒狩猎赛 就让他们靠自己的实力 说话吧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赢家才有资格 娶格兰公主 将军 我赢了 这 院长 您刚才是不是趁我不注意 连着走了好几步棋 输了就要认 不要找客观理由啊 院长 您总是这样 对了 长阳祥天最近怎样 听说那天之后 他就下落不明了 哦 他找了一处隐蔽的地方 闭关修炼 这小子年纪不大 办事却极为老成 嗯 不错不错 不错 不错 我有预感 这次狩猎赛 他肯定会大放一彩的 今次新剑决 同这个世界的修炼方法相融合 修炼速度 固然大增 三切魔盒蕴含的胜利冲沸 足以让我 直接从胜利八层 冲击胜者 我和新世完毕 现在就试着 去神兵 神兵 你 果然还是他勉强了吧 你去神兵所需要的胜利 远超我的预料 我的神兵 快要枯竭了 虽然能勉强 将胜利凝结成剑 但距离胜者 我还差最后一步 唯有将神医 注入圣兵之中 这圣兵与精神相容 才算真正晋级胜者 想要晋级胜者 我还需要大量的胜利 这次的魔盒手联赛 就是个机会 长阳香甜 也配当我的对手 这次魔盒狩猎赛 把这些碍眼的 废物都除掉 是 少宗主 格兰公主是我的 谁也没资格和我抢 那可怎么还没出关 难道 他要错过这次比赛 是他 说起来 和他闹了好几次误会 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 哈喽 还是得找机会 和他解释清楚 本届魔盒狩猎赛即将开始 我来简单讲一下规则 森林从外到内 共分为三个区域 越深入 森林里的魔兽实力越强 比赛时间为三天 上交五枚魔盒才算过关 中途退出 或者没交购五枚魔盒 即为失败 某些违纪的学生 如果成绩不达标 可是会被严肃处分的 五枚魔盒而已 副院长好啰嗦 你们每个人都分发了空间腰带 获取的魔盒就存放其中 比赛结束后 魔盒半数社交学院 剩余归个人所有 这次 一定要尽可能获取魔盒 为冲击圣者做准备 还为晋级圣者的学员 可以组队 在地人两区猎杀魔兽 晋级圣者的学员 前往天区 下面 比赛 人都在这儿 太好了 万众瞩目 圣者长阳虎 闪亮登场 大哥 你还真是喜欢出风套 怎么失控了 停 停不下来了 救命啊 结果被长阳虎这么一折腾 气氛瘪毁了 啊 比赛开始吧 大家加油 是 大哥真是毁气分的一把好手 临景长阳香天 进入森林后 就找机会干掉它 是 记住 是干掉 不留活口 明白 扫描这个二维码 跟我一起 探索剑道极致吧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二戒魔兽 人区的森林里不是应该只有一戒魔兽 天堂 你怎么会被二戒魔兽盯上 他出来 他出来要吃我 我砍了他一斧子 结果把他彻底激怒了 小天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听到你的呼救声就赶过来了 我们先联手 把这家伙干掉 那可是二戒魔兽 只靠我们能行吗 没问题 你我联手就足够了 好 你说该怎么做 你想办法 让大蛇停下来 剩下的 看我们的 明白了 来吧 大蛇 我的斧子已经饥渴难耐了 看招 走你 干个好 铁党 掩灭吧 小天 你太厉害了 磨合磨合 嘿嘿 铁兔 要面 什么鬼 啊 还好是头一戒魔兽 小天 你怎么知道 哪里会有魔兽冒出来的 哈哈哈哈 可能是我对危险的感应 比较强吧 当初我斌子突破 以神御剑 周围百里 皆为我神势覆盖 没有东西 能够逃过我的感知 可惜 现在实力有限 神势只能覆盖一喜快饭 不然狩猎隐藏的魔兽 将轻而易举 小天 这一戒魔兽 打得不过瘾呢 这里是人群 本该只有一戒魔兽才对 但那只巨蟒 就是二戒呀 我们要是能联手 再干掉一只就好了 那只二戒的魔兽 来历不明 或许背后 藏着什么秘密 是个一戒狼人 一戒就一戒吧 吃的够多也能饱 这是丛林狼人 当你看到一只吃 就意味着 你已经被十几只狼人 包围了 铁塔 可以猎杀个痛快了 好 该死 征阳祥天怎么跑得那么快 进了丛林就没有了 等少宗主知道我们跟丢人 我们就完了 那是 救命啊 队长 出事了 秘密突然为几件笼罩 与外界隔绝了 什么 狩猎赛开始后 秘宁就被结界覆盖 我试过各种办法 都无法破开结界 这是初代院长设下的结界法阵 别说你 就算是我 也无法短时间内破开 初代院长设下的结界法阵 那为何会在这个时候处罚 或许跟初代院长当年的秘密研究有关 可惜 初代院长已经不在了 他在秘邻里做了什么研究 也就成了永远的秘密 那现在怎么办 大批学员都被困在秘邻里 尤其 那几位也在 如果出事 相信学员们吧 他们可是我们卡加斯学院的学生 我全力出手 大概一天能破除结界 但在那之前 我们只能祈祷了 上帝去散 大家 都不用出事 学员一办 看谁先杀完 没问题 这就跑了 哪里头 谁 陪我 谁 湘天 我们好厉害 竟然干掉了这么多狼人 这些狼人有问题 书上说 丛林狼人都是一阶低级 但这几只狼人分明是一阶高级 是吗 我都没注意 他们身上有人类的鲜血 显然刚袭击过人类 难道周围有人被袭击了 走 去看看 他们都死了 怎么会 那些狼人的实力 虽然超出了预期 但想杀掉这么多学院 根本不可能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这密林林反常的事情 越来越多了 似乎有幸存者 你醒了 这是哪儿 我记得 我们之前被狼人袭击 然后 对了 同伴 我的同伴呢 他们 都死了 什么 都 都死了 对了 那些狼人呢 我们快找地方躲起来 不用担心 都被干掉了 真肉都快熟了 你吃点不 啥 怎么可能 那可是一群老人啊 我和祥天可是很厉害的 听起来是个大家伙 赶紧吃完东西 我们去看看 你们认真的吗 那魔兽听叫声就很厉害 你们不会真的要去吧 就是厉害才要去啊 你和我们一起去吗 不了 我害怕 我要出去 是吗 那你自己小心点 谢谢你们救了我 再见 她这么害怕吗 这女生 有点奇怪 香天 女孩子胆子小 很正常 哪里不对劲了 只是一种感觉 不管了 我们先去狩猎魔兽 是二斤魔兽 鬼兽 这家伙不算厉害 只是防御力有点高 香天 你知道的好多啊 都是我从图书馆开来的 准备动手 别让狩猎魔兽 别让狩猎魔兽啊 天啊 这叫防御有点高 高的离谱好不好 根本打不动啊 糟了 彻底激怒他 我 哇 哇 雪涛 你没事吧 没事 我的头发 我的头发呢 我脱了 可恶 我才16岁啊 怎么就秃了 你还我头发呀 天堂 站住 我来帮你 有趣 俩新生竟然敢去招惹二阶魔兽 真是不知死活 大哥 不如我们大发慈悲救折他们 这俩人似乎有点实力 等他们和火云兽拼得两败俱伤 我们坐收鱼利 岂不更好 阅弟们 记住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这是学长免费送给你们的一堂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铁堂 让这几位学长见识一下 我们为什么敢招惹二阶魔兽 我才不让这种渣子当学长 你给我 没劲了 也斗不了了 辛苦你了 铁堂 剩下的 交给我了 请见诀 一切 不切 什么 你们刚才说 谁是螳螂 谁是黄雀 二位大佬 这是我们搞到的全部磨合 求放过 哼 这次就放过你们了 多谢大佬 那我们走了 慢着 大佬 您还有什么吩咐啊 哈哈哈哈 你们是老生 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 是每次狩猎赛 都有了吗 那是什么 往年没有啊 第一次见 看起来像是个 罩子 往年没有啊 难道是白副院长 搞出来的新花样 总感觉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现在不走 可待何时啊 打架不行 跑得都挺快 香天 那赵子有什么问题吗 这次守力赛 不对劲的地方有点多 我有点 不好的预感 也可能是我想多了 既然比赛没叫停 那就表明一切正常 对嘛 继续猎取魔活 才是正挺式 嗯 走 这些魔兽 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要不是优越同学出手 我们恐怕 都要死在这里了 我要退赛 我要回家 大家不必紧张 受烈赛出现状况 学院肯定不会坐视不理的 我们只要坚持住 院长他们一定会回来救我们的 为了活下去 对 拼了 几条没有腿的爬虫罢了 干死他们 很好 大家一起战斗吧 很好 大家一起战斗吧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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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二间无伤 以我现在的实力 根本无法对他们造成伤害 可恶 这样下去 会坚持不住的 什么 完了 今见诀 溃 源 致见破远 得救了 看来是赶上了 我们又见面了 你要怎么报答 我的救命之恩呢 是你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捆住 哎呦 早飞了 我和南部斗了 好 好厉害 我 我好像有见过他们 大家不要怕 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哦 我想起来了 是新生大赛的冠军 徜徉翔天和季军铁塔 我们有救了 那是 徜徉翔天 那个新生大赛的冠军 怎么 被本少爷帅气的登场 今道说不出话了吗 太好了 这 这些人 就拜托你了 身体 已经 到极限了 喂 你怎么了 这是 翔天 他没事吧 脉下虚弱无力 看样子 是受了很严重的内伤 他一直带着这么重的伤 在战斗马 是 是的 他为了救我们 拼死挡住了那些魔兽 本来他可以不管我们的 但他说 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伙伴 圣女孩 似乎 也不像我想象中的叼丸无理 铁塔 你带他们走 我来电后 哼 要走 他们走 我铁塔 从不放弃兄弟 唉 那好 我和铁塔电后 你们 快带着他离开 嗯 我们会尽快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之了 那就拜托你们了 这些魔兽等级可不低 铁塔 你现在后悔 还来得及哦 开什么玩笑 你要是害怕 我可以罩着你 上 跑 我砍 哼哼 翔天 好像我杀的魔兽比你多呀 那是我没用全力 大意了 没想到这里还藏着一头 七戒三戒的大家伙 翔天 你别管我了 快走吧 死一个总比死两个好 别开玩笑 是不会丢下伙伴自己跑的 黄歇 还没真正到那一步 经过这几年的战斗 明显感觉 我的力量 精进了许多 现在这种生死危机感 却能激发 我最大的潜力 翔天 你 生死 就堵在这一箭上 就堵在这一箭上 结果这几年的战斗 我明显感觉 我的力量 精进了许多 我现在这种生死危机感 却能激发 我最大的潜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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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 就堵在这一箭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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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当年 我可是江湖第一块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毕灵 勇气吗 湘天 湘天 你怎么了 你可不能丢下我不拐了 别 别恋我 我没事 只是胜离彻底透支了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这下发达了 这么多魔盒 没想到我们这次的收获这么大 可恶 被打下来了 大哥 四弟 昌阳虎 你逃不掉的 大哥 这一地的魔盒我们发达了 看来是他们和魔兽两派俱伤 让我们捡了便宜 是你们 这是好事成双 既然除掉你们兄弟 还白捡了一堆魔盒 别打啊 照顾好大哥 四弟别冲动 罗剑可是圣者中间 圣者 谁还不是个圣者呢 四弟竞技圣者 十四岁的圣者 四弟进步得也太快了 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因为刚才死化过大 所以胜利 不够维持生病了吗 哈哈哈哈 原来是个花架子 我差点以为你是个什么天才了 看着还挺唬人的呀 嘿嘿嘿 大哥 杀鸡烟用牛刀 我来替你解决他吧 好 不用 小子 我就让你好好感受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圣兵 四弟 我来拖住他 你们快走 放心吧 小天不会有事的 可是 大哥 不必担心 不用圣兵 我也能应他 用这个就足够了 啥 那不是我的伏饼吗 小子 你这是看不起我吗 霍木棍对我圣兵 你活腻歪了 四弟小心啊 罗剑是风属性胜利 速度很快的 我知道了 能追得上我的速度吗 好快的速度 剑是学院中 知法最快的 一旦让他跑起来 就只能被动挨打了 偷偷告诉你们 其实 我能预见未来 罗剑接下来 会直刺 横扫 斜坯 然后 被我一箭击败 啥 哦 小天 你会预见未来 四弟 你还有这本事 说得也太玄乎了吧 那些看好了 那些看好了 你想乱刺一下碰大运吗 可惜你刺空了 哦 小天 你会预见未来 四弟 你还有这本事 说得也太玄乎了吧 那些看好了 想乱刺一下碰大运吗 可惜你刺空了 真的是直刺 不会吧 横扫 又中了 这 香天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是魔法 又被翔天说中了 翔天现在做什么 我倒不会惊讶了 辛苦气躁 全身破绽 速度明明没我快 怎么会避开我所有的攻击 没想到吧 翔天能预见未来 他早就知道你要怎么出招了 你能预见未来 开玩笑的 其实是我在引导你出招 你做的事都是我想让你做的 我故意卖个破绽 引你直刺 之后你所有的攻势 都在我的预判之中 我丢不懂 但我大受震撼 听起来比预见未来更玄霍 想起来 你实战经验不足 经验丰富的高手可以预判你的触手 甚至操控你的触手 可是徜阳翔天怎么可能会是经验丰富的高手 他明明比我还小好计算 徜阳翔天 我到底是什么怪物 救命啊 放我们出去 已经好多人死了 我好怕 这比赞我退出 哄我不想死啊 院长 我需要一个解释 这决界是怎么回事 这么危险的地方 为何会成为比赛场地 森林是初代院长所建 一直是禁地 我既然院长后 见其中并无危险 便将它设为狩猎赛的场地 谁曾想会发生这样的变故 你是说 这森林的秘密 与初代院长有关 这时传扬出去 你院长的位置还是保不住了 无所谓 只希望学生们没事 最起码 能少一些伤亡 最好祈祷 约约不要有事 不然上面那几位 绝不会放过你和卡加斯学院的 初代院长 你到底在这里 藏了什么秘密啊 祥天真厉害 把罗剑都打服了 没错 看罗剑以后还敢不敢找我们麻烦 祥天老大 以后在学院里 我们都听你的 罗剑已经付出了代价 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四地人也 将来肯定能成为格森王国的大人物 没错 祥天真棒 比起这个 让我更在意的是 我们已经进入地区域 为什么 还没有碰见魔兽 对啊 魔兽呢 奇怪啊 之前我参加狩猎赛 地区的魔兽很多啊 小天 那是什么 看看去 早了 大哥呢 刚才还在后面的哟 我在这儿 不小心摔了一跤 没事没事 大哥 你也太不小心了 那我们继续搜索周围 寻找魔兽吧 好 没问题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也不是 终于找到了 初代院长在密林深处 封印了一只四界魔兽 此魔兽 无形无相 无相克之术 那魔兽拥有 附身夺舍的能力 原来这结界 是初代院长设下的 一旦那魔兽脱离 原本的枫叶 结界就会出现 将它困在密林内 那魔兽能附身到人身上 夺去身体 能力很棘手 学生的安危是最重要的 继续破除阶界 尽快交出学生们 万一那魔兽 附身到学生身上 趁机逃出来 想抓它可就难了 它只能附身 初阶圣者以下的人 破除阶界后 将里面的学生 都集中起来 逐一排查 那就以检查 狩猎在成绩的名义 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没有 那就赶紧来帮忙拆结界 优越要是出了事 你们都逃不了干系 也只能如此了 我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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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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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具身体是我的了 终于忍不住了 你是什么人 为何假扮成我大哥的模样 你早就发现了 是我哪里露出了破绽吗 我的表现明明很正常 你不应该发现才对啊 你的表现太正常了 可惜 我大哥不是个正常人 啥 原来如此 不愧是我盯上的猎物 你这么聪明 我都有点舍不得夺舍你了 夺舍 你的身体是我的了 失败了 你只是初阶圣者 灵魂为何这么强 我的灵魂 是穿过生死而来 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也算是夺舍了这具身体 不管你是谁 从我大哥身体里滚出去 自己进去 这心魔 攻击 伤害的可是这具身体 而不是我 除非是我主动转换目标 或者复身之人死亡 否则复身是无法解除的 来啊 有本事就打死我 你确定 从我身体里滚出去 我对身体的控制减弱了 这不可能 快 从我大哥的身体里 快出来 这怎么可能 你为什么能伤到我 这个世界 或许缺少对付你的方法 但在别的世界 对付你的法子可很多 什么意思 当你来自别的世界 无可奉告 你这种祸害 不能留在世上 想跑 该死的 早知如此 当初就该在树林里 把你赶掉 树林 我们之前见过 我想起来了 原来 那个女生 也是被你附身了吗 没错 我原本准备附身在她身上 装出学生头虫一力 可惜被这该死的结界挡住 原来这结界是为了对付你啊 到底是什么东西 想跑 该死的 早知如此 当初就该在树林里把你赶掉 树林 我们之前见过 我想起来了 原来 那个女生 也是被你附身了吗 没错 我原本准备附身在她身上 装出学生头虫一力 可惜被这该死的结界挡住了 原来这结界是为了对付你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告诉你也无妨 我叫妹猫 可以随意附到人身上 当年有个老头 说我做的坏事太多 将我封印在了这里 这些年 我一直在努力破开封印 想重获自由 没想到 老头不光封印了我 还留下了结界做后事 你是如何破开封印的 莫非你还有帮手 你果然很聪明 我确实有帮手 我当初破开一丝封印后 并不断有力量 培育密林里的魔兽 让他们作为我的手下 这密林中的魔兽变强 也和你有关 你和我说这么多 是为了拖延时间 等援兵 不错 你知道我这么多秘密 怎么可能让你活下去 去死吧 好困啊四弟 我刚才梦见 我被一姑娘挟持 身体就被占据了 我还没睡醒 一定是我睁开眼睛的方式不对 大哥 别闹了 快起来用笛 啥 我不是在做梦吗 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就是幕后黑手 也是占据你身体的家伙 啥 我被这么丑的家伙 占据了身体 这些年少 不会影响我颜值吧 你以为我想占据你的身体吗 以为这些该死的楼椅 你们 彻底把我激怒了 杀了他们 把他们都撕碎 天打 醒醒 天打兄弟 别睡了 快跑吧 魔术太多了 追 别让他们逃了 铁打兄弟怎么拉不动了 杀 你 撞到要害了 这 这也可以 能 出什么事了 我们有了吗 魔术怎么都逃了 没猫被撒晕 魔术们恢复了自己的意识 自然就各自逃命了 可恶 要不是被挤霍了头 怎么可能变成实体形态 只要我的身体虚幻化 就没人能伤到我 你难道忘了 紫星剑绝 就是你这个形态的克星吗 封锁出口 控制所有老师进入森林 务必将里面所有的学生都带出来 无论生死 是 林子里的木兽好可怕 我亲眼看到 好几个同学死掉了 我以为自己也要死在里面了呢 还好我没遇到 不然我怕是也完了 长阳祥天还没出来吗 尤月 你还在找长阳祥天啊 这可不像你哦 竟然会主动找男生 想什么呢 人家冒着生命危险就像我们 我只是想好好跟他道谢 老师说 所有活着的学生都在这集合了 难道他们 不会的 那家伙那么特别 肯定不会有事的 院长 秘灵已经全部搜查完毕 没有发现那只魔兽 想必 他已经附身到了学员身上 果然是这样 院长 您还未恢复 不如我来主持吧 为了不让魔兽逃脱 让这么多受伤的学生在这守着 我心中有愧啊 我一定要亲手将那魔兽揪出来 所有探查类的魔法倒计都准备救续 一旦发现异常 立刻动手 明白 所有人 主意将自己获得的魔盒 放到我面前的桌上 我要审核大家狩猎赛的成绩 糟糕 我一只魔兽也没打死 没成绩了 魔兽那么强 不被打死就不错了 我好不容易才杀了两只 我杀了四只 打标了 我和别人组队分到了三枚 一群废物 不是魔兽强 而是你们太弱了 让你们看看 什么是差距 这么多 成名响 不愧是华云宗少主 实力果然强悍 看到了吗 这才叫实力 你们都是垃圾 狂傲无礼 飞扬跋扈 华云宗有这样的少主 真是前途堪忧 唉 但成名响的实力 确实够强 怕是没有人的成绩 能超过他了 只能任由他嚣张了 成名响 就这点成绩 你以为嚣张 嗯 这声音是 是他 哈哈哈哈 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 真是太爽了 唉 要不是去找你说的宝藏 我们也不会耽搁到现在才出来 我以为那个封印禁地里会有宝贝 哪知道什么都没有 嗯 当场寻宝游戏也很好玩哦 长阳想天 你竟然还活着 你刚才说什么 嗯 莫非你成绩比我好 比你成绩好 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哇塞 太霸气了 好喜欢啊 院长 请给我来一张大一点的桌子 我要让某些人看看 什么叫人外有人 哈哈哈哈 好 这桌子够大了吗 嗯 我倒要看看 你能拿出多少磨合 那你可要睁大眼睛看好啊 别被吓死了 嘿 什 什么 不是吧 这么多 啊 我没看错吧 长阳祥天哪搞来这么多磨合 啊 他一个人干掉了那么多魔兽吗 我的那些磨合也都在里面了 大哥 节哀顺变啊 服不服 实力 是一个人的底气 而不是他看遍别人的理由 说得好 好好灭灭这个成绵祥的嚣张器 哼 少来说教我 数量多又怎样 智能才是关键 杀一百只低级魔兽 也不如杀一只高级魔兽 三阶魔兽 你有吗 是没三阶低级的魔兽 看来陈明祥 之前一直引号着实力 毕竟是华云宗的少主 底盘多叶正常 现在 你还有什么话说 你的这堆垃圾 比得过我这枚吗 大哥 现在想求饶 喊我大哥也晚了 去你的吧 祥天喊我呢 这种大出风头的事情 还是让大哥来吧 出风头 我是专业的 成明祥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四阶魔兽 算你有眼光 不是吧 莫非是那只四阶魔兽的 这 这简直是前所未见的 怎么样 数量比不过 质量你也不行 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 这不可能 院长 他们作弊 他们怎么可能 击杀四阶魔兽 我都没那实力 哟 他急了 他急了 我都替他感到丢脸 记住 人外有人 永远不要得意忘形哦 闭嘴 你没资格教训我 去死吧 放肚子 这是卡加斯学院 不是华云宗 你们跟我来 什么情况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院长那么严肃的神情 那枚四阶魔盒 他们到底是怎么弄到的 这片密灵里 看来藏着很大的秘密啊 看来 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几位 明天就是优越 十六岁的生日了 他的婚约 也该敲定了 陛下准备用优越 来联姻哪一方的势力呢 经过这段时间的考察 比起轻狂娇恨的 成明祥 长阳祥天 明显更加优秀 我同意 没想到 没落多年的 长阳家 竟然还能出 这样的人才 既然都同意了 那就 颁布执意 赐婚 长阳祥天 你们说 妹猫气魂了头 变成了实体形态 又意味被铁塔撞运 因此才被你们击杀 嗯 多亏大哥 才让妹猫气气败坏 失去了理智 院长 您是知道我的 在招人恨这方面 我可是顶级高手 这倒是 我就没见过 比你更气人的学士 但妹猫毕竟是 四肩魔兽 铁塔能撞晕它 院长 您是信不过 我这一身肉 要不我现场 再给您撞一次 哎 行吧 我信了 我这一屋子的老物件 可经不起你撞的 那个毛瑶 可不会这么简单 就被打败了 这里边肯定 还有什么隐情 没想到 初代院长 都没法斩杀 只能封印的妹猫 竟然被你们几个学生 给干掉了 陈子运气好 没错 运气好 运气好 不管是运气 还是实力 既然是你击杀了妹猫 狩猎赛的冠军 就是你了 这个结果 是毋忧至于的 恭喜拉四弟 您感觉 院长似乎知道 我们并没有先办 读出事情的全部 不过 既然院长没有挑明 那就说明 院长并不想把事情闹大 多亏了你们 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我也终于能松口气了 本次少列赛 徜徉翔天获得冠军 比赛就此结束 大家原地结赛 伤员立刻安排救治 征征 征征 征征向天明明作弊了 凭什么给他冠军 我不服 闭嘴 你是在质疑学院的宣判 有问题可以来办公室找我 散会 我知道了 受伤的学员抓紧救治 其余人全都回警示 医生 我们这儿有伤员 打律针就好了 杀人了 长并想天 我一直在找你 你这事没事了 没事了 我听同学说 密林里是你拼死救下了我们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感谢就不必了 只要能解除咱们之前的误会就好 那种情况下 还愿意舍命救人的 肯定是好人 之前是我多有冒犯 还请见谅 正式认识一下 我叫优越 嗯 我叫 徜徉祥天 老师 别高兴得太早 你的危机 现在才开始 优越 跟我走 有大事发生 又打什么雅弥 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没想到 那女生醒来后 完全不记得被附身之后的事情了 与其在意这个 你不如期待一下 大哥会拿回来什么相片 特大喜讯 特大喜讯 大哥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难道奖品是发了个美女吗 阿雷 你已经知道了 什么 什么 你确定没开玩笑吗 奖品是美女 四弟 四弟 你看起来不太高兴啊 对啊 你能娶公主啊 难道不该高兴吗 我连公主是谁都不知道 让我娶她 我不能接受 格兰公主啊 那可是当今国王唯一的孩子 然后呢 没了 我也只知道这些 格兰公主从小到大一直很神秘 只有皇室内部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外界从没有人见过她 这么见不得人 该不会公主是个丑八怪吧 就算是丑八怪 她也是公主啊 娶了她 将来就能继承整个国家了 我对国王没兴趣 凭什么我的事情 要由别人来决定 我出去走一走 什么莫名其妙的死婚 烦死了 大哥 你说祥天该不会逃婚吧 逃婚 不至于吧 公然抗旨 那可是死罪啊 我得劝劝她 四弟 你可别冲动啊 跑这么快 老师 你觉得徐阳祥天会同意赐婚吗 他可不知道我就是格兰公主 徐阳家肯定会同意 毕竟 这是徐阳家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 至于徐阳祥天 我不知道 他如果是个贪图权势的家伙 同意赐婚 那我就去找父皇 取消婚约 他如果不同意呢 不同意的话 那他就确实很特别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他同意赐婚你就毁婚 他不同意赐婚你就不毁婚 你们年轻人的事 我真是搞不懂 趁说他呢 他就出现了 前世我一个人浪迹江湖 潇草自在 现在莫名其妙被赐婚 以后身边 若是真多出来一个人 还真不适应 翔天同学 好巧呀 过来一起吃瓜呀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有事离开了吗 哦 事情解决了 就来这儿看风景 听说 你被国王赐婚了 你怎么知道 我消息很灵通的 恭喜你啊 就要迎娶公主了 有什么可恭喜的 我都没见过那公主 莫名其妙就被赐婚了 嗯 娶了公主 将来就能继承整个国家 多少人梦梦以求呢 想要的东西 我会靠自己的实力去获得 而不是靠别人的恩赐 你要毁婚 自婚是皇室的决定 我若是毁婚 定会前连家族 也是对格兰公主的不尊重 我不能伤害无辜的人 没看出来 你还挺为别人着想的 我现在年纪还小 只想修炼 不想其他 等将来实力强盗 能和皇室谈判 再去解决此事吧 你的样子好成熟啊 哪里像是年纪小了 你该不会谎报年龄了吧 哪有 我真的只是个孩子 吃瓜 吃瓜 翔天 我发现 你真的还挺有趣的 年轻人的事 我果然搞不懂 说 长颖翔天在哪儿 不说的话 先死的 可就是你了 成名祥 赐魂是国王的决定 你只以为你杀了翔天 就能娶公主了吗 我是华云宗少主 实力出咒 格兰公主只能嫁给我 国王赐魂给成阳祥天 是他老糊涂了 成名祥 在学校里这么呼来 院长不会放过你的 我父亲邀请院长和白恩他们 去华云宗做客了 现在学院里没人能救你们 没指望别人来救我 我 身体是独树性的 什么 你跑得掉吗 你跑得掉吗 小羽光 是 不想跑 才有希望脱身 追 别让他逃了 我可没指望别人来救我 别忘了 兄弟是独树性的 嗯 什么 你跑得掉吗 啊 小羽光 是 不想跑 才有希望脱身 追 别让他逃了 祥天同学 赐魂的事 你先不要着急拒绝 格兰公主 或许比你想象的更好 难道你认识格兰公主 你是皇室的人 呵呵 秘密哦 以后 你会知道的 哦 我该走了 再见 哎 无论是前世还是现在 我都搞不懂女孩子的心思 啊 可知道 有多股胜利的波动 有人在附近交手 长颜虎 猫抓老鼠的游戏 到此为止了 你 是谁 大哥 你没事吧 四弟 四弟 承命已经没有杀你 你快走 去找院长 大哥 嘿嘿嘿嘿嘿 长颜虎小天 你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 嗯 杀了你 格兰公主 就是我的了 大哥虽然有些神经质 是 招人烦 但他为了我 会冒险去猎取谋河 会把好东西都让给我 在这个世界上 给了我家人温暖呢 除了我娘 就只有大哥 这首大哥的险 血债 必须血长 谁来也救不了你们 我说的 丑你讲 今天 就是你的子妻 我堂堂花勇总少主 卡加斯雪面真强 竟然会被一个新生的眼神 吓得后退 来呀 看看到底是谁死 游行刺 你以为自己是卡加斯学院最强吗 你以为 谁在学院里为所欲为吗 这么精准的格党 他们刚进去生成不久 对胜利的掌握 为何如此精妙 生 生到我了 这怎么可能 我 这绝不可能 一定是交信 我不可能 我不承认 你 啊 啊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攻击像是被预测了一样 根本就伤不到了 长久以来 我对你们手下留情 我不想杀人 今天不同 你们敢杀我大哥 最不可说 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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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花园宗少主 什么卡加斯学院最强 看一切 我要杀你 轻而易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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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卡加斯学院最强 开心 我要杀你 轻而易举 不 这 这一定是假的 这剑法 寻常人需要学一个月 少主一天就能学会 真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一群废物 少主天宗奇才 将来前途无量呢 华阴宗必将在少主的手上 更加发扬光大 祥儿 未来你不仅是华阴宗的宗主 还会是整个国家的王 都是我的 都是我的 是华阴宗未来的宗主 是未来的国王 我是天才 我不会输 一起上啊 我们这么多人 还怕他一个人不成 杀了他 我重重有赏 是 实力的差距 是神术能弥补的 是 畅阳相天 我承认你确实厉害 但到此为止了 你不是很在意你大哥吗 不想你大哥死 就自断又毙 我承认你 快呀 不然我就拉你大哥陪葬 我的胳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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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你还能活着回去吗 你 不要杀我 救命啊 想逃 谁在后山私盗 老师救我 承阳小天 承阳小天要杀我 出什么事了 快救人 可能都少承明想逃过一切了 算了 还是现在大哥去安全的地方吧 四弟 看来我和四弟都已经惨死了 难道这里是森罗冥界吗 可怜我们兄弟年纪轻轻 就遭了承明想的毒手 我死不瞑目啊 我一定要化作厉鬼 去找承明想索命 大哥 你能不能别刷宝了 承明想早就被我打跑了 四弟你说什么 我们没死啊 那这血丝怎么回事 这是我在林子里找到的果子 纸也可以纸血 给你涂抹时 蹭到了衣服上 这么神奇吗 那你怎么把承明想打跑的 我把承明想的胳膊飞了 本来想灭口的 结果遇见寻查的老师 让他给逃了 正瞅着怎么办呢 你把承明想的胳膊飞了 承家就这一根毒苗 化云宗不会放过我们的 四弟 你快逃吧 被化云宗抓到就死定了 我若这么逃了 化云宗 不会放过长阳家的 我不能拖累娘亲他们 可惜院长他们 被请去化云宗了 现在血院 没人能为我们做主 院长在化云宗 那似乎可以赌一把 郑总主 你特意请我们来 就是为了喝酒作乐 若没其他事 我们就先回去了 学院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 哈哈哈哈 几位难得来一回 就多待一会儿 学院那边不会出什么事的 就算出了什么事 也和你们没关系 难道是承明想要对祥天不利 学院之内 他们不敢这么互来吧 院长 副院长 感谢你们这几年 在学院对祥儿的照顾 我敬你们一杯 不好了 宗主 宗主不好了 何事 如此慌慌张张 启禀宗主 少宗主他 他在学院被查阳香天 废掉了一只胳膊 重伤逼死 你 你说什么 祥天 废掉了承明祥的胳膊 嗯 除非能请到七阶光明圣诗 否则承明祥的胳膊 就真废了 可整个王国 根本没有七阶光明圣诗啊 成宗主已经上书陛下 要求严惩 徜徉 祥天 陛下 正在发愁此事 我要去见父皇 求他赦免祥天 优越 不要冲动 祥天 绝非惹是好战之人 他会伤到成明祥 其中 肯定有隐情 有没有隐情 已经不重要了 华云宗 是王国第一宗门 徜徉 祥天 不过是个落魄家族的天才 孰轻孰众 一目了然 难道 父皇要牺牲祥天 陛下是一国之主 要考虑的是整个王国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祥天 过去一天了 徜徜徉 徜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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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徉 徜徉 徜徉 征我代人 进入搜查 怎么 学院不是你们胡来的地方 我刚得到情报 长阳霸不久前赶到了卡加斯学院 对此院长做何解释 朕 长阳霸去了学院 恳请陛下 允许我带人去往学院追捕 以免长阳霸父子逃脱 不必成宗主费心 我把湘天带来了 啊 长阳霸 长阳霸管教无方 让湘天犯下这等大错 恳请陛下降罪 长阳霸 你少演戏了 你不就是想求陛下 特赦长阳湘天吗 啊 程宗主 对不起啊 湘天犯下大错 理应受罚 我特地将他带来华云宗 交给您处置 宋少 不要碰我啊 程宗主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儿子的胳膊是我废掉的 有什么就冲我来 别牵连长阳家 程宗主 既然长阳家主大义灭清 你也要拿出宗主的气度才是 这 不管你们有什么阴谋 既然敢来华云宗 那就是自寻死路 好 既然如此 那本宗主便不与长阳家计较 但 长阳湘天必须交由我花云宗处置 来人 将长阳湘天押入后山大牢 是 烧完物造 景观其变 湘天或许又要给我们个惊喜 湘天 父亲 我得到消息就赶过来了 怎么样 你有没有受伤啊 父亲 您不怪我 给家族惹了大祸 妖怪也是怪我 那成名想欺负你兄弟二人 而我却无法护你周全 我已经安排好了 即刻送你离开葛森王国 我若是这样走了 幻云宗绝不会放过长阳家 好儿子 竟然这么为家族考虑 我是为了娘亲 和家族无关 我有个计划 准备赌一把大的 幻云宗 我倒要看看 你们把我怎么样 来人 将长阳湘天押入后山大牢 是 小阳湘天押入后山大牢 少安勿造 尽观其变 湘天或许又要给我们个惊喜 幻云宗 幻云宗 我倒要看看 你们把我怎么样 这不是去你们后山的路吧 长阳湘天 长阳湘天 断壁之仇 我要你拿命来偿还 你果然来了 等你许久了 你让我带你去华云宗自首 湘天你疯了 我打听过了 国王和院长他们都在华云宗 有他们在 华云宗不敢直接对我怎么样 程明湘是个记仇的人 我主动送上门去 他必然要来找我寻仇 这就是我的机会 但他毕竟是在华云宗的地盘上 你这么做太冒险了 若想保全家族 必须冒这个险 什么 这 不行 以我的实力 只要不是遇到长老级别的高手 华云宗 没人能拦住我 这段时间不见 湘天确实成熟了许多 好 为父就陪你赌这一次 杀 给我弄死他 小事 成少徒 恐怕要死的人 是你 成宗主 你准备如何处置 长阳降天 成明湘受伤一事 真相未明 你可不要借机寻仇才是 陛下放心 我一定会先查明真相 秉公处置 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宗主大人 不好了 长阳降天刚才劫持了少主 逃出了宗门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少主带我们去截杀长阳降天 不料被他反杀 不想死就带我出去 长阳降天逃出去后 便将少主毒打了一顿 扬长而去 滚吧 杀你们 只会脏了我的手 陈宗主 你竟然纵容你儿子 劫杀降天 陈宗主 这就是你所谓的秉公处置 这 可恶 也会我 宗主 不要 陛下 降天既然逃走 我现在就去追捕 恳请陛下 不要怪罪长阳家 长阳家主大义灭轻 态度可嘉 管令下去 此事与长阳家无关 任何人不得怪罪长阳家 大功告成 大叔你好 我是拥兵工会 派来的户外 小兄弟 看起来可够年轻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 建臣 陛下 华云宗再次上书 恳请皇室将格兰公主 赐婚 长明祥 告诉她 格兰公主外出游历 赐婚一事 无限期推迟 陛下 格兰公主 当真离开了 赐婚一事 贸然推迟 会不会 显得有些儿戏了 赐婚 长阳祥天 是因为她天赋出众 或许是那个未来 能解决王国危机的人 但现在 长阳祥天失踪 王国之内 还有谁配得上 格兰公主 那个残废的 成名祥吗 但若不给华云宗一个交代 恐怕 下旨 给华云宗大笔的金银赏赐 作为补偿 此婚一事 就算了 朕累了 今天就到这了 都散了吧 陛下 事情都安排好了 优越已经出发了 几天后 就会离开王国 您真的不准备 告诉优越 王国危机的事情吗 告诉他 他就不会走了 如果王国的覆灭 不可避免 求国王殉国 就足够了 至于优越 以后就拜托你了 誓死效忠吴王 你效忠的不是我 是这个国家 即使 这个国家 即将面临灭顶之灾吗 马上 就要离开 克森王国了 复兴发了消息 说家族 已经撇清了干线 我可以放心离开了 现在的情景 倒是让我想起了 当初下山 独闯江湖的日子 滚开滚开 滚开 糟了 多谢剑尘兄弟 我是保护山队的佣兵 这些都是我的分内之士 吃去人 重金悬赏逃犯 长阳降天 哪怕只是提供线索 也有巨额奖励 不愧是王国第一族门化云宗 我马不停蹄地赶路 他们竟然也只是比我慢了些许 有悬赏告示在 我做伪装的话 肯定会被发现 你把帽子筛了 这里有个可疑任务 还是被发现了吗 把帽子筛下来 快点 哥林统领啊 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 都是自己人 武德大哥 这人你认识 这是我老婆的弟弟 非要跟着我出来 见见世面 不是什么逃犯 他之前得过麻风病 一脸麻烦 瞅得吓人 所以才穿着斗篷啊 真的 你知道我胆子最小了 我可不敢窝藏逃犯啊 行 你们走吧 等我回来 请格林统领和兄弟们喝酒 好嘞 站住 他们不会追来的 你也不必担心 伤队里的人会告密 他们 我只听我的 为什么帮我 把我交出去 可是能得到一大杯金银珠宝 如果你是坏人 我肯定就把你交出去换赏钱了 但你是好人 你相信我是好人 我好歹闯荡了多年 好人坏人我还是能分清楚 再说了 你还救过我一命不是 对我而言 你就是好人 好 那我们扯平了 就此别过 我会有期 谁让你走了 你现在是护卫我伤队的佣兵 我花了钱顾你啊 你得把我们安全送到风兰王国 啊 对 差点把这茬给忘了 正好我们想好要去哪儿 那就继续护送你们吧 嘿嘿嘿 好 剑城兄弟 我们一路上班位 就全靠你了 这里是各大商队的送营点 大家一起送营 更安全一些 这里的人还挺多的 这里不光有商队 还有各路的冒险者和佣兵 人自然很多 好了 大家把帐篷都搭起来 今天咱们就在这修整一晚了 喂 走开 没事 大家都是在这速营的 相安无事就好 啊 速营在最外面 一旦发生危险 我们就是最初的受害者 我知道 但没办法 谁让我们施胆力薄呢 只配在最外面速营 只能及到 今晚别出事了 每次在这速营 我都担心得睡不着 是谁说自己会担心得睡不着的 都醒醒 有滴血 那是什么 竟然还有个硬肠 大家都醒醒 有滴血 好想 是终结盛事 比我高一个级别 大家小心 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 什么 操马强暴团战成 那么完蛋 给我上 我想死的 赶紧抄家伙拼命 我不想死 救命啊 快死吧 武道大哥 快带人离开这里 抚来电话 走 快走 想从我们苍茫强盗团手上逃走 太天真了 你 此心见解 油云梦 可恶 这小子明明是终结胜者 为什么打不住场 有破绽 好快的剑 这是 我属性的生命 权力一斤 居然都伤不到他 你小子 到底是什么人 刚才那是怎么回事 上者不可能有那么快的剑 这就让你惊讶了 信不信 剑还能更快 你的剑 还能更快 看剑 骗你的 你傻 混贞 竟敢耍武 我要将你碎石温钻 将冰明显 站住 这人 是我穿越以来 遇到的最强对手 以我的势力还无法对付 谁先走为妙 我都大看到了 原来你是个小偷啊 你呢 松开 老子是男的 臭小子 看你往哪儿逃 我是路过的 放我走行不行 你们今天都得死 谁也逃不掉 情人真是倒霉 遇到的怎么都是神经病 这是你自找的 砍死你 情人真是倒霉 遇到的怎么都是神经病 这是你自找的 砍死你 哈哈哈哈 又来一个送死的 嗯 我全是个中间圣诗 嗯 哎呀 你不是要砍死我吗 哈哈哈哈 我就撑不住了吗 嗯 喂 我们联手对不上 谁要和你联手 滚 一血上又如何 不怕 不写决掉他 恐怕今天 你我都走不了了 联手吧 既然 你求我和你联手 那我就敏为其难的 同意 哎呀 剑尘兄弟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们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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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跑不掉的 你先拖着他 我学姐救来 杀 嗯 哎 杀男 骗我联手对敌 原来是借机逃走 嘿嘿嘿嘿 别担心 等我杀了你 我就去杀了他 听你出气 你 本来不想暴露实力的 既然你想死 我便成全你 哎呀 这这是 战技 小杀我 没门 真没想到 你竟然会战技 可惜你实力不够 你若是圣尸级别 我已经死 交出战技 我饶你不死 哎 做梦去吧 哎 那我就先砍断你的腿 什么 你不是逃了吗 瞎说 哎 剑尘兄弟 那是为了帮助我们 就是就是啊 说好了 要联手对付他的 不会辞言 你的任务完成了 剩下的 交给我 这 这小子 好强的力道 我要将你们两个一起撕碎 战技 与风角色 没有 姐姐 姐 莫天 啊 你 结束了 是刚才那一击 可恶 大意了 孤注一掷 幸好成功了 喂 你怎么样了 没事 你强行提升胜利出招 又硬扛了那么多锋刃的攻击 内伤外伤都很严重 成什么英雄 差点连命都丢了 不拼一把 那就真的死定了 这 刚才为什么救我 我说过 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我 自然也包括保护你的安全 油嘴滑舌 看来你没啥事了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 不好了 老大被干掉了 什么 大哥死了 这不可能 这小伙 原来是他们的老大 难怪这么厉害 既然这样 你们的老大已经被我干掉了 下面 就轮到你们了 哈哈 不好了 老大被干掉了 什么 大哥死了 这不可能 这小伙子 这小伙子 原来是他们的老大 难怪这么厉害 既然这样 你们的老大已经被我干掉了 下面就轮到你们了 哈哈哈哈 妈呀 恶魔 老大 老大都被他干掉了 我们更不是对手了 快逃啊 小命要紧 他们逃了 我们 活下来了 诸位 诸位 虽然我们打退了强盗 但他们只是小部队 苍茫强盗团的大部队还没出现 为了防止被报复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连夜赶往风兰王国 对 快走吧 我可不想死在这里 我要跟他们 去往风兰王国 你呢 正好我也要去那里 就跟你们一起行动呗 你身怀战尽 这里的人都看到了 万一消息泄露出去 恐怕会对你不利 无所谓啊 谁怕谁 不对了 你好 我在建臣 幸会幸会 谁要和你握手啊 要不是因为你 我的斗篷也不会坏 我是让你陪我斗篷 这 你该不会不认账吧 没问题 我认 不过 我也得知道你叫什么吧 记住了 我叫沐云 你这修炼的方式是要挺特别的 教给我的 家族秘传 外传 是 小心 你这修炼 我认识 我认识 你发现 我认识 你这个 是 什么 我认识 我认识 最后 你这个 我认识 你这个 大家都是男的 别动手动脚的 哼 我要知道独孤老怪在哪儿 早去提供线索领赏金了 看到巨额的悬赏 心动啦 我劝你还是死心吧 咱们的实力可差得远了 关于它 你都知道些什么 打听情报可是要给钱的 钱 这些够了吧 快说 独孤老怪是十几年前 突然出现在风蓝王国的强者 它实力强横 喜好杀戮 很快就成为了风蓝王国 头号的宣伤 十几年前 和我穿越它的世界相符 难道 它和我一起刷月牢 可是我变成了小孩 它为什么 还是原来的样子 后来它突然就下落不明 有关它的所有情报 也都被雍临公会列为最高机密 但它的悬赏一直都在 只应该还活着 最高机密 只有雍兵公会的人才能看到 不 唉 是只有雍兵公会的最高层 才能看到 我想看到独孤老鬼的资料 必须要成为雍兵公会的高层 没错 而且我还听过传言 独孤老怪一直在找个叫健身的人 健身 健身 健身吧 不顾老怪在找我 我想看到独孤老鬼的资料 必须要成为雍临公会的高层 没错 而且我还听过传言 独孤老怪一直在找个叫健身的人 健身 健身吧 独孤老怪在找我 我可爱的小浅浅 必须找到独孤老鬼 不许从他那里 你查到冲云的秘密 让我回到原本的世界 剑尘兄弟 沐云兄弟 我带着商队去商会了 就此别过 有言再见 古德大哥 有言再见 我们也别过了 拜拜 等等 别走 我有事拜托你 喂 别动手动脚啊 行伙伴是谁要给钱的 你还有钱吗 没有 但我知道 哪里有代金券 啥 代金券 我们到了 你不是第一次来枫兰王国吗 怎么会知道这家酒店 我在营地里 听傭兵提到过 这里可是城里逃犯 坏人最喜欢来的地方 你在这点杯喝的 我去去就来 来杯水 好嘞 干了 干了 哈哈哈哈 悬赏一百金币的普泽 悬赏一百五十金币的拉尔夫 你小子是谁 找我们干什么 是我还没发火 赶紧从我眼前滚开 找你们干什么 你们可是我的代金券呢 城墙那的悬赏 我在这里 只找到这两个人 他们的赏金够吗 不够的话 嘿嘿 不是吧 这家伙认真的吗 我没悬赏 放了我吧 我以后一定做个好人 还是给我来杯酒吧 我要压压惊 我好 好的 现在可以跟我说了吗 如何才能成为 拥兵会的高层 完成拥兵工会的任务 积累足够的功勋 就可以实现晋升 若是想快速积累功勋呢 去魔兽山脉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里有很多任务可以做 也是独孤老怪 最早出现的地方 好 就去那里 这里就是魔兽山脉吗 果然壮观 少见多怪 看多了就不觉得怎样了 说清楚啊 我只负责指路和提供情报 猎杀魔兽你自己来 想让我帮你 得另外加钱 没问题 我只是需要一个了解魔兽山脉的人 来速向导 魔兽山脉相关的佣鸣任务里 价值最高的是猎杀金丝银献蛇 我金丝银献蛇极为罕见 实力又恐怖 没必要去冒险 我是来完成任务的 又不是来寻死的 推荐你完成这个任务 猎杀十只惯影蝙蝠 虽然有难度 但赏金丰厚 功勋也高 行 听你这个专专业人士的 当然 听我的肯定没错 这里是幻影蝙蝠出没的区域 幻影蝙蝠身形近乎透明 用特别的方法才能发现 嘿嘿 想知道吗 会又要加钱吧 恭喜你答对了 这是额外的价钱呢 你建议我完成这个任务 其实是想额外赚一笔吧 哦 被发现了 这可都是商机啊 这里是幻影蝙蝠出没的区域 幻影蝙蝠身形近乎透明 用特别的方法才能发现 嘿嘿 想知道吗 会又要加钱吧 恭喜你答对了 这是额外的价钱呢 行 你建议我完成这个任务 其实 是想额外赚一笔吧 哦 被发现了 这可都是商机啊 什么东西啊 啊 你 你 怎么做到的 想知道吗 这是额外的价钱 我才没兴趣知道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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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有罚的猎猾幻影蝙蝠 那就赶紧完成任务 我可没有多少耐心等你 这台君的货席 建议的招数确实特别 不过他为啥对独孤老挂这么上心 莫非他们有什么关系 等等 难道是 现成是独孤老挂的孩子 不是吧 原来如此 难怪他执意要来魔兽山吧 原来是为了寻找父亲 那家伙 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呢 你你你你要干什么 难道发现我知道了他的秘密 就杀人命口吗 我不把你秘密说出去还不行吗 你没事吧 好强的冲击力 后面 好恶 啊 啊 你没事吧 看清楚是什么东西了吗 太快了 没看清 这 这是 金丝银线蛇 既然遇到了金丝银线蛇 不知道该说运气好还是不好 看长度 这是条二级的金丝银线蛇 刚才我打飞的 就是他的舌头 那我打飞的是什么 难道还有另外一条金丝银线蛇 不排除这种可能 但如果真的还有一条 那我们几条命都不够死的 得赶紧想办法离开这里 你有什么计划 我来信他的锐利 你用战机开路冲出去 五十万里的计划 不是让你命令我 好硬的灵甲 根本啃不动 分裂了 木云机会 明白了 蛇 这是蛇尾 我被缠住了 我被缠住了 木云 去 你去我做什么 我被缠住了 现在我们都要救他在这儿了 那是伙伴 会让你 死在我前面呢 这是 蛇毒 你救我做什么 现在我们都要救他在这儿了 那是伙伴 会让你 死在我前面呢 这是 蛇毒 蛇毒 剑尘 想到 蛇毒 什么 蛇毒 从我的眼睛 从我的眼睛 没有眼睛 就不看到了 我是看 是感觉到 他伙伴 他实在 变强了 他的力量 突破了 那是 剑尘的剑 神要剑 绝 太好了 一神御剑 可以伤到他 好 就算我死 也要拉你这条触手电飞 居然 自己会散 是不是 进来 我正剑如磐石 这里又如何 有 太好了 剑城 剑城 你终于醒了 是是 我竟然没事 没错 金丝银线蛇的魔盒 可以化解他的蛇族 你可真够厉害的 居然能杀掉金丝银线蛇 那招叫什么 那是我压箱底的招数 希望你能替我保密 我知道 你不想暴露你是独孤老贵儿子的事情 啥 灯灯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就成了独孤老贼的儿子 嘿嘿 我已经猜到了 你 就是独孤老怪的儿子 别想麻我了 独孤老怪成名招数就是飞剑 还说你不是他儿子 什么 独孤老贼穿越之后 竟然也掌握了以神欲剑 既然你没事了 咱们就把这金丝银线蛇分了吧 这可是值钱的宝贝呢 就那么爱钱吗 哈哈哈 我感受到这边有胜利波动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居然是金丝银线蛇 这下要发财了 谁 二位 这蛇 亏我了 蛇归你 那我们呢 你打算怎么处置 周围山青水秀 死在这里很不错的 你说呢 为什么这些反派说话都是一个套路 这么默契吗 我们竟然能干掉金丝银线蛇 你就不怕我们 把你们也干掉 你俩一个胜利几乎枯几 一个受伤不轻 想怎么干掉我们 哈哈哈 还想吓唬我们 你们太嫩了 两个储 我们就别学大人出来闯世界了 哈哈哈 感谢你们拼死帮我们干掉金丝银线蛇 现在 哎 开你们去死了 我来搓出他们 你想办法逃走 那你怎么脱身啊 放心吧 我底盘很多的 没有你这个废物拖累 我想走很容易 你说谁废物呢 你现在受力几乎枯竭 还不是废物 刚才我听你的 现在你听我的 好不容易才击杀了金丝银线蛇 怎么可能交给他们 难道你想 对方只有那个中年人比较厉害 其他的都不足以为惧 就在这里反杀他们 绝后患 你胜利只可凝聚出这么一把武器 怎么和他们战斗 打起来你就知道了 你来对付那个头目 其他人交给我 好 对方只有那个中年人比较厉害 其他的都不足以为惧 就在这里反杀他们 绝后患 你来对付那个头目 其他人交给我 好 胡子亮丽的唇祸 乖乖受死不好吗 死的人是你 这武器也太寒酸了吧 就这 你想单挑我们全部 不 怎么了 吓到不敢睁眼了吗 实力一生之后 我的周围的感应加强了数百 以神欲坚 几乎达到了不耗被胜利的程度 令我这些杂病 根本毫无难度 神欲坚 神猾坚 夫人 不敢 朴家 因果 后党 harmful 军影 鬼 幸好我够谨慎留了后手 动手 爱主还躲着一个圣诗情者 别让他跑了 快追 给我站住 喂 你在后面魔王双双的干什么呢 别让这家户跑了 谁 剑城 剑城 你怎么了 不知道 就是突然 眼前一黑 头很晕 难道是那个躲在暗处的圣诗搞得鬼 我 是我的问题 想必是胜利耗尽导致的 不必担心 我没事了 你确定没事了 罢了 一神玉剑 虽然不消耗胜利 那消耗的是我的精神力 我刚才精神力耗尽 所有人就晕了 看来今后一神遇见 还是不能随意使用 看来我们追不上了 没想到暗中还藏着一个圣诗 真是够狡猾的 幸好把他们都吓跑了 那傭兵逃掉 金丝银献设的消息 肯定会泄露出去 我们恐怕 要被追杀了 魔兽山外这么大 足够我们逃命了 有我这个向导在 保你万事无忧 这是什么东西 抱歉 估计我没办法做你的向导了 我现在得马上离开 我们就此别过 出什么事了 情急情况不便透露 现在把账算一下吧 你从哪变出来的纸和笔 青丝银献体积太大不好分配 就全怪你了 我都那份折价补偿给我 就算你五万资金币 再加上雇我当向导提供情报 帮忙出手等的这些费用 加起来一共六万资金币 这是账单 你真的挺适合当个商人的 亲兄弟名算账嘛 真是我的好兄弟啊 全部的积蓄 都在这个空间戒指里了 剩余的部分 等我有钱了再给你 谢谢老板 那么 记得你欠我的赚 再见了 等等 好歹留个联系方式啊 不然怎么找你 不怕我赖账啊 算了 这家伙 我该怎么处理啊 明显搬不走啊 算了 这家伙 我该怎么处理啊 明显搬不走啊 对了 我在学院图书馆看到过 变化金丝银献蛇 可以炼成万毒不侵之体 虽然修炼着功法神智 又被射作侵蚀的风险 但现在 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这人明显还没带人回来 抓点时间 将射炼化掉 我射身 挖死我旗身 血绕更替 万毒不侵 这变化过程 太痛苦了 不好 果然被窃蚀了 可不 这样下去 就真的要失去自我 变成蛇人了 对了 我要仔细见局 不知道是否有效 但事到如今 只能毒一罢了 请解决 一定要走 肯心吗 太好了 起作用吧 幸好我有仔细见局 不然就完蛋了 这万毒不侵之体 太难裂了 不过 今次银线蛇的能量 都被我吸纳进了体内 也算是初步炼成了 万毒不侵之体 之后 只要让能量 不断同身体融合 万毒不侵之体的融合度 将会越来越高 此地不侵之体的 这一身的臭汗 正好 也得赶紧吸吸去 看来还是慢了一步 被他们逃了 意料之中的事情 他们不逃走 才是怪事 团长 团长 现在怎么办 发布悬赏 将金丝银线蛇的消息 散布出去 杀了我的人 他们休想离开魔兽山脉 是 是我 你承问的明镜之体后 这周围环境的感知力 更高了 仿佛 就是他们中的一部分 我感觉自己 和河水 已经融为一体了 我是鱿鱼 我是岩石 我是河水 我是 是 杰万物 哈哈哈哈 啊 那是 女人 啊 那是 女人 水里有女人 小小鸟 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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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误会啊 老屁的误会 小鸟 对 这姑娘 高强 看起来年纪跟我相仿 竟然已经是大胜师了 他在前院 他正贴在云集 也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这姑娘肯定大有来历 我得跟她解释清楚 不然 怕是又要多个仇家 怎么衣服拿回来 那姑娘呢 云贼 我要杀了你 你何必是 水龙鸡 姑娘 你听我解释 这些真的都是误会 管你是不是误会 我看本姑娘洗澡就是死罪 去死吧 黄老快 是怎么站岗的 竟然让外人 从瀑布那潜入 街街小姐 呦 我也不知道啊 我明明一直用胜利监视着河流 不知道那家伙 是如何避开我的感知的 哼 肯定是你喝酒误事 放松警惕 可能是吧 幸好没出事 邓小姐杀了那家伙出了气 就不会埋怨咱们了 少年 可没那么简单 小姐在同龄里堪称无敌 那家伙怎么会是小姐的对手 姑娘 我一再忍让道歉 你不要得寸进尺了 我就得寸进尺了 你拿我怎样 行贼都该死 谁 想中手了 记得我 行命 真没有交代在这儿了 小姐 你们醉了 娘 姑娘 你实力确实比我强 但却过于缺乏实战经验 刚才的事情纯属误会 我已经道过歉了 赶紧姑娘 不要再苦苦相逼 不然 你敢威胁我 这是 这是 某种战技 竟然能逼我用出战技 你不是一般的淫贼 更不能放过你 姑娘 我刚才有意要放过你 你竟然毫不领情 这别怪我 辣椒脆花 啊 啊 啊 糟糕 躲不掉了 姑娘 我刚才有意要放过你 你竟然毫不领情 别怪我 辣椒脆花了 啊 糟糕 躲不掉了 啊 是老头 好强 大胆狂徒 只敢伤态我家小姐 刚才那招 真是不错啊 可惜啊 背后 什么时候多了个人 都看我家小姐洗澡 啊 真是干死的家伙呀 你 啊 啊 你 凤伯伯好棒 哦 哦 这小子有点本事 挨了我一掌 竟然没死 啊 这 这是 凤伯伯 快替我杀了他 罢了 他已经身受重伤 就让他在这自生自灭吧 凤伯伯 他可是偷看我洗草的淫贼 不能放过他 小姐 正式要紧 要是被那些人追到我们 可就麻烦了 可是 对 小姐 赶路要紧 这家伙 就扔这儿吧 哦 好吧 哈 再救那门走死吧 妈妈走死吧 我 封老怪 说吧 你是不是从那少年身上发现了什么 哦 竟然被你发现了 我与你搭档多年 你有什么事能瞒过我 封伯伯 云伯伯 你们在说什么 我刚才一掌拍中那少年 掌心出去被伤到了 至今我都想不清楚 他是如何做到的 怎么会 那少年充其量只是圣者 竟然能伤到你 就是 那淫贼比我都弱 怎么可能伤到冯伯伯 说起来 那少年的圣兵也颇为奇怪 似乎被他的意识做操控 还有 他还能避开我的胜利感知 激进小姐 这少年怕是来历不小 我担心他背后隐藏着什么强大的势力 所以就决定放他一马 什么势力能与我们家族相比 风伯伯伯 你太胆小了 小姐 莫有任性 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们不能再为家族属敌了 我不 你说什么 好的 蓝儿明白了 如此甚好 好险 可惜没能亲属杀掉那银贼 我想必他也活不成了吧 可恶 伤得太重 全身都动弹不得 雷骨死我全断了 若不是有自己进去无体 我把刚才那一张直接拍死我 虽然没被当场打死 但现在 我也只是在等死罢了 刚刚提升了十力 只要这样死掉 真是不甘心 这是什么 似乎是某种形态的胜利 我感知力提升之后 可以发现新的东西了 这些胜利 看起来有些眼少 对了 这是能亲给人治疗时 所用的光明胜利 光明胜失 就是借助周围环境中的光明胜利 来疗伤的 要是我可以用它 来治疗的话 试一下 总比这样都死得好 是 前面水潭处 发现黄家气息 追上去 不管谁在那儿 全部杀掉 这里没人 我们来晚了 逃了 似乎来这不善 幸好我的气息 现在能与周围融为一体 不然就麻烦了 水潭里没异样 看来是真的痛 继续追 幸好我心态处好 气息没乱 杀东西 糟糕 动作太大 刚愈合的肋骨伤势 似乎又断裂了 银沟里翻船了 没想到我最后竟然 会 逆水 而亡 醒了 太好了 这气氛 公子 你可算醒了 难道说 我进入了很多男人 幻幻以求的剧情中了吗 我可累死了 这家伙太重了 他醒了 太好了 救过来了 鬼啊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在这附近 听到动静 就过来查看 恰好救下的你 你是谁 怎么会溺水 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有高手在这交手 还有 小刀 你少说几句吧 小兄弟刚醒 这么多个大哥 平时不应该看大哥的书 小弟 一起来看啊 小刀是个话牢 小兄弟 你别介意 我就是管不住我的嘴 小兄弟 你怎么会溺水的 看你身上的伤势可不轻呢 我在水潭里潜水抓鱼 水面突然巨响 无数石头落入水潭里 我就被砸到了 不小心就溺水了 看来这里是真有高手教授 才把眼壁打成这样 这坡布已经被破坏成这样了 那些到底是什么人 难道和之前那个女人 有什么关联 哎 兄弟 你叫什么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烈焰拥兵团 我们团虽然只有三个人 但将来肯定会成为 风兰王国最大的拥兵团 烈焰拥兵团 小兄弟 不好意思啊 小刀就是说着门的 嗯 你就当他是在发疯说胡话 这三个人 看起来不像是坏人 我现在生事未遇 在这人生地不熟 加入他们 也并非坏事 正好我也无处可信 几位大哥如果愿意收留 那最好不过 真的 小兄弟 你愿意加入 哈哈 太好了 烈焰拥兵团又发展壮大咯 小兄弟 我叫肯德 是烈焰拥兵团的团长 我叫琥珀 是副团长 我叫小刀 是烈焰拥兵团的代理团长 啊 我叫剑尘 欢迎加入烈焰拥兵团 剑尘 你以后就是代理副团长了 剑尘兄弟 看起来比小刀可靠多了 让小刀当代理副团长吧 我资历比剑尘深 肯定是他当副职 那就让剑尘兄弟当第二副团长吧 剑尘 你收拾 是你先动手的 哈哈哈哈 这些人 让我想起穿越前 刚送团的时候都同伴了 剑尘师兄 将来你当了掌门 让我当副掌门好不好 少做梦啊 你也配 副掌门 应该我来做 我一定会找到独孤老贼 长明穿越的真相 早日会得送门 为了庆祝剑尘兄弟的加入 我们去拥兵世纪花钱去 真的吗 太好了 拥兵 世纪 这里好大呀 这里就是拥兵世纪 最开始是拥兵们互相交易的地方 后来就变成了世纪 没想到山脉里 竟然还有这么热闹的世纪 那通缉令上的人和剑尘好像啊 还真挺像的 通缉令上说 这俩人猎杀了二阶金丝银线蛇 那可是 圣诗级高手才能办到的事情 不好 没想到消息传得这么快 得想办法给护能过去 我只有生者的实力 怎么可能猎杀金丝银线蛇呢 糟了 难道身份暴露了 没错 剑尘兄弟说的有理 能猎杀金丝银线蛇的高手 怎么可能会溺水呢 看来只是长得像而已 啊 好险 要是这样的高手 能加入我们傭兵团就好了 小端啊 你别做梦了 那种高人 才看不上我们这种小傭兵团 后来是糊弄过去了 剑尘兄弟 为了避免麻烦 你还是化妆一下吧 被误认为是通缉令上的人就不好了 多谢肯尼大哥了 走 我带你们花钱去 哟哼 花钱去了 小刀 你又要乱花钱了 有本事你别花呀 传长 我要这个 我又不少 我要吃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新出工坊 买一送二了 降价大处理 五折 五折 样样五折 磨烧肉 新鲜出炉了 团长 你攒了许久的钱 终于可以给嫂子和美拉买东西了 已经有半年没回去了 不知道美拉会不会喊爸爸了 剑尘兄弟啊 喜欢什么只管买 钱不够 我借你 多谢肯尼大哥了 我没什么想买的 团长太偏心了 都不敢借过钱 你个吃货 只知道买吃的 给你钱也是浪费 你不也一样 古珀说得对 不能借小刀钱 团长 都要借的感情还真好 紫星剑气 为何会突然自行起码 感觉他们 自乎 很高兴 难道紫星剑气 有自己的意识 这怎么可能 不会是附近有什么东西 引起了自行剑气的共鸣 不会是这个吧 鸣鸣的气息 等等 这是什么 刚才体内的自行剑气 像是受到什么牵引一样 突然猛烈地躁动起来 这石头 肯定有古怪 好重 剑城这是在干嘛呢 这怎么可能 依我目前的实力 居然无法奔起这块石头 神剑气 为何会突然自行起码 小兄弟 你想买这块石头吗 这可是我从魔术山脉捡来的哦 什么山脉 那我非和独孤老贼有关 护着这石头有什么作用 为何是个宝贝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知道它特别沉 特别硬 胜利都无法破坏 那肯定就是宝贝啊 原来你也不知道啊 蒙着脸的美女最好看 不知道有什么作用的宝贝 才最厉害啊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说的好有道理 这石头能激发紫青剑气 就算和独孤老贼无关 想必也和紫青剑决有关系 我得买下来 但是 我的钱都被沐原拿走了 嗯 奸臣兄弟 你想买这个呀 这破石头有啥可卖的 还不如买肉吃呢 你就知道吃 肯德大哥 我确实要买这个 但我身上没有钱 没事 我买下来送你 算是你入团的礼物了 啊 这东西我要了 多少钱 不多不多 一千金币 啥 多少 一千金币 这么快破石头买一千金币 你为啥不去抢啊 你该不会是看我们想买 故意做地起价吧 几位 何其生财 何其生财 价钱还可以再商议的嘛 嗯 算了 太贵了 建臣兄弟 我答应了送你 说到就要做到 这里 八百三十金币 一口价 你卖不卖 团长 这可是你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全部夹的 卖 当然卖 多谢几位的会顾 好 成交 这个剑伤 我定长机会 替肯德大哥把钱拿回来 这里是八百三十金币 一口价 你卖不卖 团长 这可是你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全部夹的 卖 当然卖 多谢几位的会顾 好 成交 这个剑伤 我一定找机会 替肯德大哥把钱拿回来 剑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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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的眼神啊 这钱怕是不好赚了 几位这么照顾我的生意 那就额外再送点福利吧 好 什么福利 看几位都是傭兵 我这恰好有双头山猫的情报 不如就送给几位了 四季魔兽 双头山猫 这么重要的情报 你为何要送给我们啊 实不相瞒 这情报虽然这情报虽然重要 但知道的人不少 卖出去也不过几百新币 那石头我没想到几位真的会买啊 就当做买情报送石头吧 行 你这人能处 走喽 慢走 看来是多贵一劫啊 钱都花没了 今天就逛到这儿吧 刚开始就结束了 都怪我不好 害得大家都没法逛了 剑尘兄弟啊 不必见外 说好了是我送你的礼物 只要我们狩猎了这双头山猫 就有钱了 说得轻巧 四界魔兽可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捕装了 摊牌了 我就是通缉令上的这个人 是我 脸上的金丝银线蛇 不可能 刚才你明明就否认了 那你溺血的事怎么解释 看来不落点本事 还不行了 看不起 现在 你们信了吗 信了信了 没想到剑尘你这么厉害 找到你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真的只卖给他们一块石头 还有双头山猫的情报 放 放了我吧 好 把双头山猫的情报交出来 就放过你 好 好的 我正好自己还留了一份 团长 那小子和烈焰拥兵团 去狩猎双头山猫了 那个不男不女的不在 我接到沿线的情报 去到集市时 只看到那小子一个人 看来 看来他们已经分头行动了 倒是不傻 团长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当年独孤老怪说过 我受捕食猎人在后 这小子和双头山猫 我全都要 是 团长 这商贩怎么处理 他已经没用了 杀了吧 救救了 你饶了我吧 别杀我 召集人手 这次 绝不能让他再逃掉 是 剑辰兄弟 干得好 哎呀 这就是烫营的感觉吗 剑辰兄弟 以后你来当团长吧 你们这么坦然地当仙鱼吗 剑辰兄弟这么厉害 自然没有我们发挥的余地了 有剑辰兄弟在 烈焰傭兵团 距离成为风兰王国最大傭兵团 又进了一步 之前我们可不敢换想狩猎四阶魔兽 现在我只想问 双头山猫在哪 对呀 我们来这半天了 双头山猫呢 这里就是情报上标注的区域 难道是那商贩骗我们 或许是双头山猫比较谨慎 我们继续搜寻吧 喊加油也是很费体力的 不如我们先吃饭 小刀 你这是做事拖后腿 吃饭醉鸡鸡鸡 我也有点饿了 正好有现成的事在 有东西来了 难道是双头山猫 早好准备 来了 早好准备 来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满脑子只有吃 难道这是魔兽里的小刀 喂 琥珀大哥 你的话让我很受伤 这 这是 我在学院的图书馆里见到过 这是金毛虎王的幼崽 长大后 会直接成为五金魔兽 五金魔兽 难怪没有看到双头山猫 金毛虎王 是双头山猫的天敌 想必是大虎王就在附近 山猫们都逃了 都被抓了还不忘吃 真是个小蝉毛 这可是五金魔兽的幼崽 要是能炫敷成魔虫 那可是大杀体呀 没错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是谁 克 克鲁斯团长 看到我有必要这么惊讶吗 您 您 您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个人 是大圣师 竟然能避开我的感知 这个人 很巧 可能大哥 你认识这个人 他是瓦克城内 周氏拥兵团第二团的团长 克洛斯 小子 你不认识我 我可认识你 你从我手下那儿 抢走了金丝银线蛇 你胆子很大 要知道 从没有人敢和周氏拥兵团 抢东西 你是第一个 那些人 是你的手下 你是来想金丝银线蛇的 你也太小瞧我了 金丝银线蛇的事就算了 二阶魔兽而已 哪比得上你手上的五阶魔兽之前 什么 石头 小心 卑鄙 暗箭伤人 有本事过来单天了呀 差点就挂了 对不起 连累你们了 这事与你们无关 我挡住他们 你们快走 剑尘兄弟 在说什么 你是我们猎业拥兵团的人 同生死共进队 没错 今天我们要一起杀出去 对 杀出去 猎业拥兵团 兄弟被欺负了怎么办 放回去啊 好 克罗斯交给我 我们对付其他人 好 就凭你们 弄手 杀掉这几个热血的蠢货 你才是蠢货 新秦王 神秦王 全部躲开 瞧不起人啊 你就这点实力 这是 胜利开架 不错 我的圣兵与别人不同 乃是一身开架 你的攻击 根本无效 看来想要赢你的难度 不小吧 只能 问那个办法了 你还有第二方案 投降认输吗 还是想扔下那几个废物 胡子逃走 小猫咪 就只能委屈你了 克罗斯 你想要我们 是要这个狐崽子的 你 我抓到狐崽子 咱回来和你们算账 克罗斯 这些佣兵 就不作为据了 小猫咪 就只能委屈你了 克罗斯 你想要我们 还是要这个狐崽子呢 你 我抓到狐崽子 咱回来和你们算账 原来克罗斯 这些佣兵 就不作为据了 扔下来 可恶 小狐崽子 跑得倒挺快的 站住 好可怕的吼叫声 什么怪物来了 该不会 是鸡毛虎王吧 快跑啊 是鸡毛虎王操控的魔兽 虎王来了 不好 快撤 救命啊 现实兄弟 虎王来了 我们得快逃 没问题 明确听你道 更多的魔兽 正下这边赶来 看虎王为了救崽子 是真的急了 哎呀 虎崽子不在我们手上 我们是安全的吧 刚才那几个佣兵 还不是被魔兽杀了 快逃吧 以我的感知 那个方向的魔兽最少 从那边突围 好 这个方向的魔兽最少 就从这儿冲出去 没有魔兽 遇到莱姆王在这里啊 别过来 不然我就宰了他 这样下去 我也逃不掉 相关不不是崔心 有人来了 快停下来 虎王就在附近 难怪这个方向的魔兽最少 什么 喂 给你们个好东西 接住了 这是什么东西 你们就当替死鬼吧 哎 五崽子 糟了 小刀 快扔掉 热了他 什么 小刀 小刀 手势 虎筐 啊 琥珀 啊 快 好 啊 我跟你拼了 小刀快回来 啊 啊剑辰 啊 剑辰你怎么样 我没事 冲击力有点强把我震飞了 啊 小刀 我要杀了他 杀了他 你 小刀 你伤势太重 别乱动 就算死 我也要杀了他 替虎婆大哥报仇 可能大哥 你带小刀走 我来拖着虎啊 你带小刀走 我来拖着虎啊 你带小刀走 可能大哥 你不是他的对手 难道你是 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但我能拖着他 让你们逃走 听我说 剑辰兄弟 武王掌管这整片森林 除非我们能够直接逃出魔兽山脉 否则根本逃不掉 而我们当中 你实力最强 只有你才有机会逃出去 我以烈焰雍兵团团长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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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令你 带小刀走 是 团长 肯达大哥 报仇 我不走 我要和团长在一起 军队尋 军队尋 军队尋为我们报仇 团 团 团长 团长 anything 子佛 始动 Did you continue at all possible therefore 真的好 我是不是很快死了 我正在用光明胜利 帮助你的疗伤 您不会有事的 菁琛 恐恐恐恐 dass小伙伴 是个废物 别说话了 我 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练艳佣兵团 就只剩下 你了 小 小的 这是佣兵团 克罗斯 我一定要你们 宣战现场 我 我这俩 不能让肯德大哥他们的牺牲白费 小的 必会回来 亲手杀掉虎王 为你们报仇 这都太快了 比赛跑 不是他的对手 只能躲一把 把心心隐藏起来 希望避开他 来了 我恐怖的心心 怎么了 但 明明把心心压到最低了 你是怎么发现的 你 我开 拼了 神玉剑 啊 我 全玉剑 现在都发生到他 还来 还好躲开了 这困坏力也太恐怖了 等他 死亡呢 我呢 啊 我 啊 我怕 我怕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果然也来到了这个世界 贤臣 这是哪里 火红呢 这些都是树木的碎片 难道周围的这一切 全都是火王干的 不对 如果是他 如此强大的破坏力 我怎么可能会没事 被虎王所伤的地方也愈合了 这修静是怎么回事 不过既然虎王不知所踪 那肯定大哥他们 已经有半年没回去了 不知道美拉会不会喊爸爸了 我叫小刀 是烈焰拥兵团的代理团长 你们是我小刀 是我的家人的感觉 小刀 好 不 我以烈焰拥兵团团长的名义 命令你 带小刀走 京城 你真厉害 什么都会 不像我是个废物 都会 我太弱了 平方保护你们 在此滴血为室 一定少认虎王 和周图游兵团 为你们报仇 没想到在魔兽山外里 会发生这么多事了 我还会再回来的 先回王课城 安顿好肯定大哥的心里 在追查周图游兵团的情报 喂 等等 你给我站住 这 什么情况 难道是见过我通缉令的人 你在叫我 废话 不是叫你叫谁 你是从魔兽山脉出来的 是又如何 本少爷要去魔兽山脉里历练 看你还挺机灵的 来给本少爷当向导 好处少不了你的 伺候好少爷 肯定比你当佣兵赚得多 小子 这可是你的福分 别不珍惜了 原来只是个有钱人家的废物少爷啊 没想去 什么 本少爷愿意用你 是你莫大的荣耀 你居然敢拒绝 你居然敢拒绝 给我抓住他 本少爷今天要好好教训他 是 没有人可以拒绝少爷 小子 去死吧 还有 压 什么 哪儿来的剑肘 敢打我的人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 赶紧点 少爷 小子 居然敢打少爷 你死定了 我不管你是谁 你都没有资格命令我 我心情不好 别逼我杀人 这位大人 我只是从家里跑出来 想去魔手山脉里玩一趟 真是无意冒犯您 您大人有大量 不要杀我呀 这是我的空间腰带 里面有的是钱 都给您 只要您能放过我 这次就算了 以后老实点 别以为家事好 就能为所欲为 是 可恶 你给本少爷等着 你是肯德的朋友 他人呢 肯德大哥他们接了委托 要去格森王国一趟 任务紧急 就派我来给你们送钱 你就是美拉吧 肯德大哥总说起你呢 嫂子 这空间腰带里 有一万金币 是肯德大哥 给你们的生活费 他哪来这么多钱 肯德是不是出事了 嫂子你想多了 大哥这次接的委托 是个大买卖 雇主出手啊 特别扩托 滚出来 臭小子 嫂子 不必担心 有我在 没人能伤到你们 又见面了 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你是怎么知道 我的行踪呢 难道 是这个腰带 但是我检查过 它并无异常之处 我们天雄家的秘法 当然发现不了 我倒是小看了你 这是你跟你相好的女儿 等干掉你 本少爷帮你好好照顾他们 嘿嘿嘿嘿 嫂子 你现在美拉回屋 我来解决 好 好的 你小心点 美拉 快走 什么招死的 是第一个 小子 事到如今 你还敢口出狂言 这次 我可是带了家族里的高手前来 你死定了 两个盛失 一个低级大盛失 确实不弱了 现在害怕也晚了 赶掉你之后 那对母女 就是我的了 鼠女和少女 我都喜欢 魔术山脉里 我们的保护好肯德大哥他们 也正正的 让他们死在我的面前 那种狐狸肝 我这辈子永远不会忘记 这一次 我会保护好肯德大哥的妻女 绝不允许 让任何人伤害他们 上 给我抓住他 我要让他明白 在瓦克城 是我们天雄家说了算 是 我就不信 你能对付这么多人 受死吧小子 干得罪天雄家 你今天死定了 你信与不信 不重要 怎么会这样 这少年好厉害啊 他年纪轻轻 怎么会有这般势力 不知阁下来自何方势力 为何要与天雄家为敌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看我是个硬肠 想打听我的来历 实话告诉我 我就是一个流浪的拥兵 无依无靠 没有任何势力 再说 哪里是我与你们为敌 分明是某些人犯戒 先来招惹我的 你 我和他废什么话 别忘了 是天雄家花钱养着你们的 都给我上 干掉他 那就 只好得罪了 战便战 无需废话 好快的剑 好猛的攻势 还弄着干什么 帮忙啊 来了 你们 别想挡住我 一群废物 什么狗屁高手 三个还打不过他一个 有了 救命啊 放开我 放开美朗 小子 不想这丫头死的话 就赶紧给老子跪下 你敢动他 我就灭你全家 灭我全家 好 看你还能硬起多久 混蛋 放开美朗 想让我放开他 乖乖丢掉武器 跪地求饶 好 我扔 快点 你手上还有一把 扔掉 自情进去 一把一神一剑 没了武器 看你怎么和我斗 给我杀了他 要死的是你 没了 闭上眼镜 这是什么 没了 你没事吧 少爷 少爷被杀了 接下来 就是你们了 现在怎么办 这家伙 刚才又能莫非是某种斩计 不必混账 少爷是一时大意 才为他偷袭得手 我们实力占忧 一起上 杀了他 好 一起上 收 不必混账 少爷是一时大意 才被他偷袭得手 我们实力占忧 一起上 杀了他 好 一起上 收 自情进节 这人实力生前未知 你们拖住他 我回去禀告家主 你出卖我们 太无耻了 糟了 被他逃了 这下干嘛 我自己脱身不难 难可能大哥的妻女怎么办 家主 就是他杀了少爷 等你们许久了 我得多争取一点时间 让嫂子 能带着美娜逃走 你可知道 康儿是我的独子 是天雄家唯一的继承人 而你 居然敢 杀了他 你儿子霸道蛮横 仗势欺人 我只是 替天行道吧 替天行道 在瓦克城 我 就是天 行 这是 高级大胜师 只有高级圣者的实力 怎么可能杀掉康儿 康儿到底怎么死的 家主 他似乎会某种战绩 我没看清怎么回事 狩爷就被杀了 交出战绩 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 身为反派 你说话能不能有点心意啊 那就去死吧 不陪你们玩了 告辞 紫星剑捷 小雲步 追 是 死在这没了 向西出城 我把这兵引向东边 他们就安全了 是不快就追上来了 小子 受死 我倒要看看 你今天怎么从我手上逃掉 你 哪里逃 这个战绩吗 早有防备了 没了武器 我看你怎么办 谁说我没了武器了 什么 这是 行为无人掌控 还能独自在空中飞行 这怎么可能 康尔就是这么被杀的 拒绝你儿子吗 什么时候 杀我 死不进去 我可是防御力最强的图属性胜利 这是你呀 是你呀 死吧 死吧 拒绝你儿子吗 什么时候 杀我 你 不进去 我可是防御力最强的图属性胜利 要死的 那是你呀 死吧 可恶 失色了 天雄夜情的 超出我的预料 竟然难道有自己的灵智不成 什么 不过身体忽力 割伤我 小子 你这是什么战绩 交出来 康尔的死 我既往不救 刚才还口口声声说 要给你儿子报仇 现在就变脸了 小子 别乘口实之快 抓住你 我有意思法子让你开口 看来今天不杀掉你 我之后 怕是永无宁日了 明知不是我的对手 还要与我博命 小子 有种 死 抓到我再说 而这种小聪明 其沙尘又如何 只需感应到你的气息 你 我可恶 为什么感应不到他的气息 给我 不 无了 可恶 败出要搏命的架势 然后四季逃走 这小子的心机颇深 必须除掉 请到 带我首领回去 组织人手 随我进魔兽山脉搜寻 务必抓到那小子 那小子被家主打伤了 逃不远 都给我仔细搜 是 你们觉得那小子能逃得掉吗 家主这次派出了三十多名圣尸 二百多名胜者 那小子插翅难逃了 既然你们要赶紧杀权 我就别高兴狠熟了 鱼琪 小心 有天空 这是 你问那边 被抓到那小子 被他杀了几十个人 那小子似乎会隐藏气息 一旦我们的人分散开 便会被偷袭去杀 罢了 地暗我明 没必要白白牺牲人手 撤退 发出悬赏 让佣兵们去对付他 我就不信 才能继续逃下去 这人是谁啊 竟然让周氏佣兵团 和天雄家同时悬赏 我就让事情变得更有趣些吧 多亏了天雄链 这段时间的追杀 让我的修为又精进了许多 如果天雄链知道 估计得气晕在当场 这 是 这魔兽 鬼假兽 这家伙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呀 正好 拿你来试一下 现在的实力 破了你的龟壳 破了你的龟壳 我强的防御 看准了吗 没错 中等身材 圣兵是一把银色长剑 出剑速度迅捷无比 就是悬赏令上的剑尘 怎么样团长 上吧 一万磁金币的悬赏 是咱们的啦 等他和三界魔兽 两败俱伤之后 咱们再一起出手拿下他 是 哎呀呀 一万磁金币 我也想要呢 谁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谁是我的 我 我 全身不该灵骗 根本无法伤到他 我就不信了 再来 啊 啊 大圣者的修为 还是弱了些 杀克三界魔兽 都这么费劲 好 壮士 不 不 英雄 英雄饶命 别杀我 我灿烂的杀你们 谢谢英雄 谢谢英雄 把这两颗药丸吃下去 去瓦克城 散播一个消息 一个月后 再来此地拿解药 英雄要散播什么消息啊 散播剑尘就在魔兽山脉 而且 已经身受重伤 记住 我要让整个瓦克城都知道 剑尘在这里 懂吗 懂 懂 滚吧 我重伤 这是什么道路 他们都走了 你还要继续躲着吗 剑尘 阁下为何要散布我重伤的消息 我们要筹 筹倒是没有 不过 你欠我钱呀 我员 嘿嘿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没说 为什么要找那么多人对付我 放手呀 你请教要有请教的样子呀 笨蛋 什么意思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老值钱了 什么值钱 现在天雄家族和忠实傭兵团 各悬赏一万紫金币要抓你 现在的就是一座移动的金山 只要把你的消息散播出去 源源不断的傭兵团就会赶过了 到时候老规矩 你要磨合我要钱 嘿嘿嘿 还是你规点子多 哇 说话就说话 不要动手动脚的好法 呃 剑尘就在这一带附近了吗 嗯 不保佣兵团结杀王国商队四只 杀六十七人 继续佣兵团 万一 人不愧 你杀了四十人 全都是 该死之人 喂 小子 有没有见到那个剑尘的踪迹 嗯 你说说他吗 你们在找我 什么 赶紧 铁铁 行道 哎 你的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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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哈哈哈 发财了 发财了 哈哈哈 没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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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你啊 这么快就进阶射尸了 过你的福 剑臣果然在这里 兄弟们 狩猎开始了 杀了他 资金币就都是我们的 又是这几句台词 耳朵都听出剑子 今天小爷心情好 让你们狗命 空间腰带留下 你们可以滚了 你说什么 在我周氏佣兵团面前 竟敢 你说你们是周氏佣兵团 你说你们是周氏佣兵团 怕了吧 怕了就给爷爷跪下 也可以留你全 周氏佣兵团 死都该死 我还从未见过你下手这么狠 这些人的死 连利息都不够 这 谁有多大仇啊 小心 什么人 两个小娃娃抢了这么多紫金币 也不枉老夫出手一次了 高级大圣师 一个大圣师 也为了这点赏金 奔波吗 你们身上可不止这点赏金啊 这些日子抢了不少吧 死老头 休想动我的钱 动吧动吧 动得越多 死得越快 什么 有毒 沐妍 你没事吧 舒手就擒吧 省得老夫出手了 躺疼大圣师 对不圣师还用毒 还要不要脸了 挣钱要什么脸呢 可恶 圣师和大圣师之间的差距 竟然如此绝大 我却打不动啊 嘿嘿 小娃娃 我看你骨头有多硬 快点速度 你以为你能跟得上我的速度吗 不好 如何 好 好诡异的毒 根本逼不出来 小娃娃 中了老夫的毒还能撑这么久 你也算还不错了 我来拖住他 你快走 可是你 没有可是 快走 这 你有别的办法了吗 真是不甘心 住了 帮 帮我 救救救我的 朋友 朋友 下去吧 怎么回事 好强的威丫 这人什么时候来的 我竟然丝毫察觉不到 是 要宠小镜 不对 神域剑 四 是 什么时候 支撤的第二把剑 不言 这是 空间之理 出入 出入圣尸之境 便能诸杀高一大境界的大圣尸 天资不错 好好修行吧 说能成为强者 你二人将来 会有再见之日 竟然 既然能如此轻松地使着空间之力 最低也是圣王境界 墓云 不醒他 七百枚四戒魔盒 一千枚三戒魔盒 还有十几万紫金币 忙活了一个多月 还没有这家后报的多 这是 白色兽皮 向天 这是我毕家的家传宝物 已经流传数百年了 我毕家 也是因此物在一夜间被灭门 你将它待在身上 像娘亲的时候 就看看它 跟娘亲当初给的 一模一样 这老瞎活 怎么会有毕家的宝物 而且这兽皮 我之前也试过 稍不化 当剑难伤 不像藏宝头 更不像宫堡秘籍 算了 想不中就不想了 还是抓紧时间 提升实力吧 一年的时间 终于禁忌高级正式了 周氏与兵团 天雄家族 你们血战血肠的时候 到了 这是 魔兽 还有一头五线魔兽 是魔牛 这两大五线魔兽的厮杀 树兵 对我的舞蹈感悟 会有好处 是极致的速度 一个 是极致的力量 我心里的手 果然恐怖 现在的实力队伤 怕这只有跑的份了 怕神分出胜负了 说过的体力 看起来 都已经快耗性了 一颗眼睛下了 一颗主伤 要不要拼一把 只要拿到两颗魔盒 我或许 再次突破 打到大圣诗境界 我 听 听 听 去钓一个 很好 比预想中的顺利 接下来就只要对付 这颗瞎了眼的牛了 速云兽 终于找到你了 既然目标已经出现 这小子就交给你们了 连一个终极盛事都搞不定 真是一群废物 给你们半炷香的时间 尽快拿下它 是 小子 速速投降 本大爷还能留你全身 就凭你们也配 想杀我明东 还不够喝 大家小心 好快的速度 好 正 是 正式 不屑 不了你的防御 转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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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箭魔盒 我们能拿冲杯 有了这两颗魔盒 紧接大成狮 指日可待了 得赶快取出 苏云术的魔花开溜了 否则 要是再来一头五箭魔兽 那就危险了 这是 哪来的毒蛇 这是 魔盒呢 你是在找这个吗 少年 到底上市 你好像并不着急 要回这颗五箭魔盒呀 小兄弟 你若不想还我 我要也没有 有点意思 实不相瞒 这速运寿魔盒 对我哈利多家族非常重要 我追踪已久 被你劫足先登了 你若想要回魔盒 老夫可以忍痛割爱 不过 你需要拿出你的战技来交换 我手上没有战技 老夫的眼睛并未瞎 你刚才斩杀天翼魔牛的剑术威力绝伦 不是战技 又是什么 好 被你看到来了 不过别说我没有 就算我真的有你所谓的战技 并且交给你 你会让我活吗 小东西 太聪明了 可不是件好事 你以为 你能跑出我的手心吗 不许动 小子 你 你什么意思 百里形影蛇 十分偏门的一种蛇类 训练极难 我要是弄死他 估计你回家族 不好交代 小看你了 你想怎样 一出乡之后 这个结界就会爆炸 你还有一点点时间考虑 是否给我磨合 并帮我走 狂妄 你真觉得你能在大地盛世手下逃脱吗 这个 这个 不劳你费心了 拿去 信 既然你这么干脆 我也得言而有信 接着 你折 小子 你敢耍我 混账 我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断 可能这老家伙气得不轻吗 还是先离开这个医术 你放地上身的狗狗 恐怕不些片刻 就能追上来 跑啊 再跑啊你 没路了吧 小子 快快束手就行吧 我们兄弟几个 还会留你个全尸 你 你 你 混蛋 怎么可能 他跑了 你们几个臭鱼冷箱手里 啊 啊 啊 前面呢 快点让开啊 啊 这谁让这小子跑了 没想到这崽子还有鱼脸 嗯 还有一个 不管了 快收拾了 可以的 老子这次 是这样玩玩了 啊 下 下到功夫 啊 这 太快了 啊 兄弟 得到我 前面 前面是 谁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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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追我 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 不 不然呢 啊 多谢了 嗨 谢上谢 你刚刚 还救了我的命吗 小子 我看你往哪儿跑 糟了 这老家伙 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你小子还没死呢 老家伙 你死了 老子都会活得好好的 神奇广 我就因为几颗四箭魔盒 被他们追杀 这人是里头的 两个不知好歹的玩意儿 本来交出东西就能留住性命 现在 你们两个 谁也别想活了 快跑 还想跑 你们 跑得掉吗 在我无尽风雨面前 你们 统统都得死 糟了 我的战器 老童贤 剑尘大难不死 又朝一日 也会灭了你哈里多加速 剑尘 你叫剑尘 没错 我叫明东 之前多谢你救了我 无心之血 不必沿险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救了我一命 我没差报答的 身上呢 也就这四颗四箭魔盒之钱 我留两 给你两颗 剑尘兄弟 你想买这个呀 这破石头有啥可卖的 还不如买肉吃呢 你就知道吃 还真是想 磨合我就不要了 你加入傭兵团了吗 没有啊 我一个人闲散惯了 受不了约束 明东 我有个不情之情 啥呀 只要别要我的老命 其他的 你尽管说 我想要请你加入我 烈焰拥兵团 我想要请你加入我 烈焰拥兵团 虽然现在拥兵团的规模不大 但我有信心 在未来 让他成为天然大陆 第一拥兵团 那啥 规模不大 是多少人啊 要是规模太大就难受了 各种规矩 只有我一个 加上你两个 大哥你认真的吗 我说团长 作为练业佣兵团副团长 我是不是得了解一下 咱们佣兵团的业务规划 修炼 不是应该接任务 杀杀魔兽啥的吗 这里有八颗四肩魔盒 老奔大气 这半个月时间 你抓紧提升实力 好嘞 那半个月后呢 半个月后 铲平一个佣兵团 灭一个家族 好 就俩人 咋面啊 你怕不是飘了 你这修炼速度 简直像开挂一样 半个月的时间 竟然进阶到大圣诗境界了 有什么好大精小怪的 你不是进阶终极圣诗了吗 那能一样吗 我这个是小境界提升 你可是大境界的提升 你这是咋了 离我 离我远点 好强大的机型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难道在什么地方 又有一名顶级强者衍生 这是建议 好强大的建议 不知道是谁在剑道上 用了如此之高的造 看来在我这归影这些年 天原大陆又出现了绝世强者呢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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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终于可以和你说话了 两个萝莉 主人 所以 你们是 我们是紫青双剑的剑灵呀 我是紫银剑剑灵 主人可以叫我紫银 或者小紫 我是青锁剑剑灵 主人叫我青锁 或者小青都可以 紫青双剑剑灵 莫不是我修炼的紫青剑点 又一出剑灵了 哦 才不是来 我们和主人一样 是从别的世界来到天原大陆的 当年 我和紫银因为剑体破碎 元气大伤 流露到主人原来所在的世界 还陷入了沉睡 之后 被主人修炼紫青剑点唤醒 没想到 主人在一个天地元气十分稀薄的地方 都能修炼紫青剑点 哦 主人简直是天才 好奇 可惜最后主人神隐 直到主人死亡 我们决定 预送主人穿梭时空 到我们之前所在的世界 以主人的剑道天赋 在我们的世界 一定可以名震还宇 啊 可惜在空间穿梭时 我们力量消耗非常快 坚持不了多久 最终 无奈才带着主人来到天元大陆 原来是你们救了我 那为何 你们不早出来与我相线呢 嗯 我们也想啊 只是穿梭时间时 我们的力量几乎耗尽 陷入了沉睡好多年 而且我们醒来后 主人的神识太弱力了 根本无法沟通 直到刚才 主人的神识强大了一点 我们才赶紧出来见你 嗯 那就是了 我刚刚突破大城市境界 神识增强了一些 啊 恭喜主人 而且主人境界提升 也必出不使用我们的力量了 我之前也用过自行剑气 嘿嘿 不可同日而已哦 真的吗 主人一试便知 好 先让我看看 此心剑灵的力量 有多强 我恐怖的威力 哎呦 累死宝宝了 你们怎么了 是 十方天气很累的 主人 我们能量消耗过大 要回到您的体内沉睡了 那怎么样 才能跟你们补充能量啊 哎呦 笨蛋主人 多吸收上瓶磨盒就可以了 吸收磨盒吗 哦 我磨盒很多呀 呃 信尘 你 你没事了啊 嗯 走吧 跟我去瓦克城 干啥去啊 灭门 哦 这瓦克城还挺大的 怎么如此悔悦 难道 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咱们来灭谁呀 大小团长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滚开 我周是拥兵团的事 你们也敢管 光天化日 你还想瞧瞧民女不成 妈妈 妈妈 美拉好怕 快疼 快疼 美拉不怕 美拉不怕 小妹妹不怕 哥哥疼你哦 哈哈哈哈 神圣 你将全部都给你了 哦 好快的剑 嘿嘿嘿 剑城叔叔 剑城叔叔 美拉 慢点跑 剑城叔叔 刚才好帅哦 呵呵 美拉乖 告诉叔叔 周氏拥兵团总部在哪里 嗯 在那边 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了周氏拥兵团的加入 瓦克城这次魔兽朝来袭的防卫力量 大大增强了 团长兴系瓦克城安危 多利先在此谢过了 呵呵 多利统领客气了 瓦克城也是我周氏拥兵团的根基 科洛斯理当如此 啊 是 来擅闯我们周氏 啊 啊 啊 看 看 科洛斯 我来受死 呵呵呵 我当是谁敢闯我周氏拥兵团 原来是你这个漏网之鱼啊 武王居然没杀了你 还带了甭手 啊 本命就这么不值钱吗 就是跟他有传 哼 亦里寒肉 看着就不是什么好鸟 哼 看看 不错 不过强的有限 今天你们俩谁也别想活着走出周氏拥兵团 请慢动手 嗯 这 那 阁下哪位 在下瓦克城禁卫军统领多利 诸位 请听我一言 几十年一遇的魔兽巢即将来袭 瓦克城皆急可危 各位的恩怨能否延后处理 等魔兽巢 不行 今生 陛下克勒斯 多利统领 我不允许有人挑衅周氏拥兵团之后还活着 他们必须死 啊 要不要我来 不要 那是我的 克勒斯 什么时候 给我去死 啊 大 大盛师 你 你 竟然竟接到了大盛师了 小勇 你二人都是大盛师强者 未来陈旧不可限量 此时正是瓦克城危难之事 何不结格善缘 我里头 你不是我 没经历过我经历的事情 没有力上 请善良 就 我 就算你是大盛师 你别想走出这里 这 这是 周氏护狼卫 小勇 你先拖延片刻 我去请城主大人来主持大局 城主 城主 城主来了 也只能给你周氏 周氏护狼卫 给我杀了他们 是 三十个高阶盛师 对也能对死你 啊 这么多高阶盛师 小子 小子 就凭你们 新剑 给我 滚开 啊 啊 啊 神兵 要你命 你呀 怎么可能 这小子怎么强盗如此离不定 克洛斯 今天谁也救不了你 克洛斯 今天谁也救不了你 吃 他们的胜利消耗巨大 已经是强弩之末 伤刀二人者 伤紫金币一千 击杀一人者 伤紫金币一万 死给老子滚 我看能耗多久 能胜利耗尽 就谁要等死去 啊 如果我帮你拖住这帮家伙十个呼吸 你能搞定那孙子吗 能 哦 醒了 准备 就是现在 暴力 雪风斩 给我上 不给我上 克洛斯 克洛斯 这是 我上了什么 啊 这不是中士佣兵团的团长吗 这 怎么被揍成这样了 克洛斯想好怎么死了吗 啊 找 饶我一命 我我全部的钱都归你 饶你一命 啊 请问问湖泊 湖王掌管这整片森林 除非我们能够直接逃出魔兽山脉 否则根本逃不掉 我以烈焰傭兵团团长的名义 命令你 带小刀逃 小刀 很多团长啊 从今天开始都是用兵团 在大陆上彻底出名 湖泊 小刀 团长 你们 看到了吗 接下来去哪儿啊 接下来去 让开 让开 城主府办事 闲杂人等速速退避 前面的小兄弟 可是建臣 接下来 估计有人请客吃饭了 啥 建臣小兄弟果然一表人才 在此一见 云谋兴盛 建臣见过城主大人 小兄弟认识我 在瓦克城中 能让多利统领如此恭敬之人 也只有城主大人您了 小兄弟果然是通透之人哪 我还是来晚了呀 看来城主大人 是来问罪的 是想动手 小兄弟说笑了 看来手多力了 府中一序如何啊 乐意之志 是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周氏佣兵团的覆灭 是他的命数 可让云某担心的 是魔兽朝即将来袭 以瓦克城的整体战力 皆是恐怕 好 城主放心 我兄弟二人便足以填补 周氏佣兵团的那点战力 此话倒是不虚 否则周氏佣兵团也不会覆灭 只是 不瞒城主 建成明天 还要去一帐天雄家族 天 天雄家族 兄弟 这天雄家族 可是瓦克城第一武力家族 你 此次两家的战力损失 我事后必会给城主大人交代 前提是 城主不要插手此事 接下来去哪儿啊 出碗面去 你哥没吃饱吗 我可不像某人像饿狼一样 谁让城主府准备了那么多美味 城主 咱们就认他们和天雄家族相斗吧 且看看吧 以他们二人之力 不可能覆灭周氏佣兵团 肯定有不输于大地圣师的人帮忙 而且 以我对建成的观察 怕是其身后 有个庞大的势力做支撑 咱们要是把他拉拢过来 实力 必定大大强于天雄家族 和周氏佣兵团的几倍 况且 天雄烈和天雄道云两兄弟 在瓦克城横行已久 是时候该挫挫他们的锐气了 我说天雄烈 这是啥事 一大早把大伙全给叫过来吧 就是啊 我这家族里还有一堆事呢 此事非同小可 昨天灭周氏佣兵团的小子 正是一年前 杀我儿子雄康的凶手 剑臣 这次召集各位兄弟前来 试想 就是让我们帮你杀了那小子 是不 不用 各位只需要帮我堵截他即可 他只有圣师的实力而已 只是速度极快无比 连我都追不上 只要逮住他 定能将他八匹冲击 家主这是要干啥啊 整个瓦克城叫得上号的狠人 全请来了 估计跟昨天周氏佣兵团被灭有关吧 谁 谁家这东西 小爷我 喂 这么好吃的胶圈你拿来砸人 太浪费了 打完了 我请你吃个够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我的大团长啊 我喜欢吃胶圈 不是喜欢吃你画的大饼好吗 不过 这也连个人影都没有 你搞这么紧张干啥 谁说没人的 他们 喜欢 怎么这么多大圣师高手 天堂有路 天堂有路 你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前臣 我要拿你活进我坑儿 你就没别的话语了吧 谁敢在我天堂家内激斗 找死 这是 大哥 谁在天堂家族捣乱 道云 你来得正好 杀你之儿的凶手带到了 是吗 是吗 那你们就 杀你之人已经被砸成肉泥了 你的杀神之仇爆了 没死 你儿子嚣张跋扈 烧杀甲鱼 不恶送 哪有死 这怎么可能 短短一年 你竟然进阶到大圣师了 当初被你追杀 尚穷碧落下黄泉 此次我赶回来 你心足够把握 你天雄将 糟了 你不害 如果你就这点本事 死的只能是你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能感受到很重的力气 你小心点 让我看看 你到底是个什么鬼玩意儿 不死 暴力年华 雲豆 天雄也竟然强到这种地步了 你们 还在等什么 拦住他们 这 又要逃 去你了 滚开 各位 我今天只针对天雄家 不想死 不想死的 就别找不进来 你 好狂 我的小子 受死 你们真的是 只死活 天雄烈 接下来干你了 神玉剑 请双追刺 哈哈哈哈 我可是防御最长的独属性胜利 这根本破不开我 怎么回事 这不可能 大哥 大哥 杀 杀了简臣 为 为我而保 保 大哥 天雄道元 收起你来让人恶心的眼泪吧 你们杀了那么多人 都有至爱亲朋 兄弟姐妹 你可曾想过他们 你们这些垃圾 连眼泪都是脏的 垃圾 哈哈哈哈 好一个垃圾 贱臣 我让你后悔来到这个身上 哇 他 他的气息 我你瞧他魔气 小心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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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得我天雄家族 你们今天谁也偏向活着离开这儿 雪 雪之骷髅头 这杀了多少人啊 这上少万人 这片行道元 简直该死 怪不得 瓦克城每年有上千人失踪 根本找不到尸体 去 天雄烈和天雄道允如此草劫人命 真是情受不如 陪我死 使者大人 延迟瓦克城 云丽未能远迎 望使者大人赎罪 云丽城主不必客气 魔兽朝工程存在五街魔兽的概率极低 你们自己应该都能应付 你每次都向王城求援 我们来也没出啥力 属实有点不好意思呀 哎呀 使者大人过千了 有年二位坐镇 云丽心里才有底气啊 好说好说 不过这魔兽朝似乎还得好几天呢 实不相瞒 云丽此次向二位大人前来 是想请大人帮云丽震射一位后辈 哦 难道这几十年间 瓦克城诞生了什么逆天人物 是最近一年多 突然冒出的少年强者 而且下官有点看不透他的实力 如此浓郁的魔器 难道城中出现了五街魔兽 哪有意啊 这五街魔兽 可恶 这魔兽好诡异 会侵扰人的神志 根本禁不了身啊 这怎么打 嘿嘿嘿嘿嘿嘿 在我的寂命魔器之下 你根本无处遁形 帮我出去三星之间 好 快 我想死他跟我一起上 我给他三个呼吸 好 嘿嘿嘿 你们 你们才用的 他只想 只有死 别说 你 文语借借 我 怎么可能 看来这位就是瓦克城新雪起的小辈子 狼人竟然毫无声息地接近这里 城主大人 这两位是 哈哈 让我来介绍一下 这两位乃是 我是谁并不重要 听我瓦克城出了一位了不得的少年人物 我心里欢喜得很 很想跟阁下 切瓦一下 我可怕的胃压 身体 根本动不了 大地上市的胃压 果然恐怖 恐怖 请静静 老婆 这是 静静 怎么可能 小心 我没事 你 很强 扭葬了 若是生死之战 以你大地圣师的实力 恐怕 我只有逃跑了笨 惭愧 小兄弟以大圣师境界 便能破开我大地圣师全力释放的围压 必然同皆无敌 卡塔塔 佩服之志 佩服 二位客气 只是小兄弟刚才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好像并非胜利 敢问 实不相瞒 这股力量 我也还在慢慢掌握之中 人家的意思是不方便说 莫要不失去 哈哈哈哈 是我唐突了 亭里城主 有剑尘小兄弟在 加上我俩 此次魔兽朝攻城 瓦克城 无忧了 使者大人 所言甚是 这么多骷髅 天雄道云修炼魔工 这些骷髅全是被他吸干精血而亡的 怪不得瓦克城每年有上千人口无辜失踪 好一个天雄家族啊 剑尘兄弟诛杀天雄道云 为瓦克城除去毒瘤 云丽感激之志 我立刻回去着手彻查此事 必把所有牵连之人连根拔起 有劳城主了 小兄弟放心 此案会与小兄弟意见为先 城主慢走 此案会与小兄弟意见为先 啥意思啊这是 就是说 这个案子 谁有牵连 谁是无辜的 谁会被连根拔起 我说了算 我 我等只是被叫来做客的 这些恶事我等无关啊 对对对 请剑尘兄弟明鉴啊 哦 这会儿便剑尘兄弟了 你你 还有你 刚才出手不挺狠的吧 这 这 剑尘兄弟 之前是我等被天雄狗贼蒙蔽 有眼不识泰山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是就是 灭天雄道人我们也出力了 是啊是啊是啊 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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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对上去 退后 孩子啊 安静 我无意为难各位 但你们今天能出现在这儿 说明你们跟天雄家族 仙连坡神 而现在 摆在你们面前的 有两个选择 愿 愿闻其详 其一 被彻查 所在势力 被连根拔起 其二 从此归顺于我 加入我的佣兵团 我 我等愿意归顺 不知鬼佣兵团是 我的佣兵团将来 会成为天元大陆 第一佣兵团 名为猎业 谈设粗别 把这里作为猎业佣兵团的临时总部 委屈团长了 这里挺好 你费心了 哪里哪里 属下还有仪式 你说 现在他们五个 正在着手解散自己的佣兵团 可我们凯家和多尔家族 是以商业为主的家族 如果贸然解散的话 恐怕损失会 那你们两家就保持原样 并入佣兵团 全力搞钱 争取最短时间内 全面接管周氏佣兵团 和天雄家族 在瓦克城的生意 是 团长 家主 家主 不好了 没规矩 没看见团长在这儿吗 大虎小叫什么 多看他们五个佣兵团的团长 气势熊熊的带人直接闯进来了 团长 这 无妨 安排他们 去炎武场吧 前热血佣兵团团团长 再三 前金龙佣兵团团团长 多康 前查尔卡佣兵团团团长 查尔卡 前杀戮佣兵团团团长 摩天 前清风佣兵团团团长 清风 拜见团长 五位兄弟言出必行 很好 很快你们就会发现 加入热血佣兵团 是多么正确的决定 不过 我看你们带来的兄弟 好像不太服气啊 一个娃娃 吸瓶的肉的 有啥本事让我等封你为主啊 就是 长得倒是挺好看的 酒花还行 最真劲啊 长嘴 竟敢动手 那家伤 日我一当 打不过就像巨猫 这是什么 停手吧 你们已经死过一次了 你什么意思 摸摸自己的脖子 什么时候 如何 我有资格 领导你们吗 我当是 追随团长 这是咋了 召集信号 魔术要攻城了 多人 去城墙看看 怎么回事 往年的魔术攻击 都是一窝蜂冲击城墙 这次怎么队形 如此正气 好像有人在背后操控一样 这怎么有五级魔术的出现 剑魔术绿林魔源 他 他在号令进攻 这被我猜中了 全城的兄弟听令 全力斩杀魔兽 剑魔术 剑魔术 可到城珠府 灵赏 剑魔术我打破 这些小角色 多伤我杀不少 看来攻城 给我全部留下 剑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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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东兄弟 一夫当官 云某佩服 这是 四剑魔术出击了 这 这也太多了 好像全是四剑的 叶爸 我先把他们抽散 咱们两人一组 由近到远 如各才是 攻击 讨厌剧风 灵动兄弟的攻击 被驱散了 剑魔术 剑恶 两头 五剑 我们两个最多 能拖出一头 两头 难不过呀 不止两头 还有一头 比绿灵魔源 和剑恶更加厉害 当真 为何我没丝毫感觉 剑魔术 等我兄弟命来 小兄弟 听了 去死 这是 剑魔术 绿灵魔源和剑恶 交给我们 一招斩五剑 太强了 金毛虎 你喜欢血 你给我死 什么手 剑蛇小心 铭道 怎么样 死不了 你看着点啊 差点让大猩猩给秒了 好强 好强的气势 这 这就是五阶巅峰的我吗 明东 你一会儿去帮他们 杀绿灵魔源 杀不了 缠住也行 啊 你 你难道是要 要 报仇 不得我 此前剑灵的力量 几个人 他的外皮都伤不了 你 不好 你 不好 可恶 此前剑灵的力量刚用过 需要时间恢复 短时间内 根本有不了 两头武器魔术的假期 这 后面 好了 躲不开了 剑蛇兄弟 小心 乖大猩猩 这对手 在这里 谢了 几毛虎王 陪我死 啊 太强了 跟不倒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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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还活着吧 啊 这 纸巾灵的力量终于恢复了 你走 帮我把他们逼到一条纸线上 好 套猎 去疯 青银 灭天剑 死 死了吗 啊 这 这是要干嘛 退了 退了 我回来了 啊 啊 啊 终于退了 啊 啊 啊 嘿嘿 虎王居然畏惧逃走 在这网合城的历史上可是从未有过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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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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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杀了我 建神这小子太强了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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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剑城 剑城你怎么了 剑城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剑城 看得漂亮 剑城 团长 我们果然没看错你 剑城 你太厉害了 请你直击腿 小气鬼 好歹 给哥你没啃过的呀 自家兄弟 剑城才不会介意呢 对不剑城 不介意 烈焰拥兵团 就交给你了 剑城 烈焰拥兵团 天下第一 烈焰拥兵团万岁 烈焰拥兵团万岁 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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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你小子终于醒了 我 我这是 睡了多久 整整两天两夜了 你是真的睡啊 两位大人也在 魔兽朝退了吗 退了退了 剑城兄弟一剑 斩两大五接魔兽 兽群没了首领 各自胡乱进攻 已经被大火都杀退了 那就好 此次魔兽朝进攻 剑城小友以一己之力 剑战三大魔兽 我等才能度过此次危机 大人客气了 这是云丽城主 委托我二人带来的 属于剑城小友的战利品 这几个空间戒指里 是一些烈焰拥兵团勇士们的战利品 我也一并带过来了 请小兄弟过目 我还是信得过二位大人的 谢谢了 此次能斩杀五接魔兽 和无二位大人的先知 剑城也无法斩杀他们 剑城取这一颗虎王魔盒就够了 剩下的两颗 应当属于二位大人的 我二人出力微博 剑城兄弟这 哎呀 剑城是一片真心 二位大人如果推死 就是看不起我烈焰傭兵团了 这 那就多谢两位兄弟了 以后烈焰傭兵团 有用得着我们二人的地方 我们定当赴堂导火 在所不辞 以后烈焰傭兵团 少不了二位大人的照顾 剑城在此先谢过了 说起傭兵团 半年之后 就是五十年一度的 傭兵盛会了 两位兄弟这么好的身手 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呀 傭兵盛会 那是啥 你们不知道傭兵盛会吗 从未听过 我还是被他拉进傭兵团的 你们不知道傭兵盛会吗 从未听过 我还是被他拉进傭兵团的 傭兵盛会是傭兵之城 每隔五十年举办一次的 傭兵比武大会 参加者年龄必须小于五十岁 只要进入前一百名 就有高额的金钱奖励 还有一枚傭兵工会 颁发的荣誉勋章 而据说 只要进入前十 就能挑选一本天阶修炼功法 天阶功法 这么好吗 天雄盗云那老家伙 练了邪功 估计也就人阶功法 都已经强得离谱了 天阶功法岂不是 不止进入前三的话 不仅可以选择一本天阶功法 还能再挑选一门天阶战技 天 天阶战技 那可是实实在在的战斗技吧 佣兵之城 当真过去 你二位大人 大地选尸的实力 拿下我佣兵盛会的什么名次 惭愧 上次佣兵盛会之时 我兄弟二人皆是孩童 是个五十年 我二人年龄已过了 看来有必要去见识一下 这个佣兵盛会了 好 明天就出发 前往佣兵之城 跪到前面山头就歇会吧 再跑下去 这两头魔兽变累死了 撑到前面大一点的城市 换做起就是了 只有半年时间 还有几十万公里的路要赶 停不等 你想过没 你这么着急去 和咱俩一个终极盛失 一个大盛失 就这实力参加比赛 不是贤命长吗 那可是汇聚了 整个天原大陆的佣兵精英啊 你知道 牛人和庸才的根本区别 在哪吗 哪 一个是敢想敢做 一个是青蛙 又于警钟 不敢跳出井口 打破壁垒 咱们是低阶舞者 可低阶舞者 本身就没什么好失去的 本就光着脚 还怕能穿鞋的吗 好像确实也没什么好失去的 你说谁是庸才 你猜是庸才 来来来来 吃个鸡腿 不是 我是庸才 不配吃鸡腿 吃啥补啥 脑子笨 手脚干嘛了一些吗 我去你的 你才脑子笨 让开让开 发生什么事了 都别把握 给我 让开 这是 风蓝王国的人 怎么 认识啊 风蓝王国 一直跟我所在的王国不对付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次 葛僧王国算是彻底完蛋了 虽然他们实力很强 但也架不住这次 咱们四个王国 东南西北同时围攻 怕就怕那个 长阳府的老怪物突然回来 那可是无限接近 圣王境界的人物啊 哼 怕个锤子 那老家伙已经离开 长阳府多年了 多半已经死了 这次他们 葛僧王国是完了 就算那老家伙不回来 他们也有将近 十位天空盛失了 也是难啃的骨头啊 咱们四个王国加起来 三十多位天空盛失 三打一 好也能耗死他们 再说了 咱们准备这么长时间 他们仓促应战 拿什么跟咱们打 葛僧王国 是你老家吗 对 不仅如此 他们说的长阳府 正是我家 你们是谁 我 白府 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图 贤命长了 所有人 准备迎敌 不如他们认出我的身份 围住他们 快 快 不愧是 风蓝王国的精英部队 被突袭之后 一点慌了都没有 反而一下子 就成了包家之事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的 取你性命的人 统领小心 弄乔 这两人肯定是 葛僧王国的间谍 不能让他们两个 活着回去 全力战杀 没事吧 没事 你自己小心 小心 小心他的武器 他武器上的能量不对劲 看我烈焰天宝 你 寒冰长毛 剑尘 小心 实力非同小可 想不到 葛僧王国居然有 如此强大的少年 到底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我绝对不会这么 默默无闻的死得去 一定要将这件事 宾告给魔王陛下 想跑 我送你走了吗 紫青灵 离星剑 不 不可能 看来紫青剑灵 想要恢复过来 所需要的魔盒数量 恐怕要超出我的想象啊 喂 剑尘 封兰王国士兵手里的那对魔盒 秘是咋样 还算可以 大哥 你知道你吸收了多少魔盒吗 正常人吸收这个量 早就暴体而亡了 接下来做什么 咱们是会隔三王国通知他们 还是怎样 不用 咱们继续去拥兵盛会 现在咱们的实力还太弱 就算回去了 也改变不了什么 好 那就听你的 灵灯 我们先去 买几只跑得快的魔兽吧 这样咱们赶路的时候 会轻松一点 你是团长 我都听你的 客人 你要是想要跑得快的 那就看看这只三阶魔兽 我现在骑的就是三阶的 你有没有更好的 高阶的魔兽 价格这方面 够了吗 够了够了 客人 您看这只四阶七美拉速度熬熬的 那就这只 慢 这位兄弟请慢 可否听我一言 这位兄弟 可否愿意把这只七美拉让与在下 在下愿意出说倍的价钱 不好意思 我慢 兄弟 别急了 你先听我说 我这家里有两只四阶七美拉了 再来一只就能出二星了 你让一下呗 不行我出三倍 你要是真想要 也不是不行 只是有一个条件 兄弟请假 只要你能接住我三剑 这只七美拉 我就送给你 反之 若是你接不住我三剑 那就把你家里那两只七美拉 送给我 如何 大胆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给我闭嘴 是 少主 好兄弟 这都我赢定了 你快来砍我吧 我等不及了 一剑解决了他 少爷加油 哥们 来吧 你那只七美拉 必须是我的 小心了 此心尽心 来 不对 这股气势 好强 来了 来得好 杀天葬 天不 可我 这剑的威力 怎么这么强 我 我 糟了 少爷 承让 哥们果然厉害 我秦霄甘拜下风 秦兄弟客气了 这一战 是我取巧了 不如算个平手如何 输了就是输了 没什么好丢人的 我秦霄还不是那种输不起的人 不知兄弟如何称呼 在下剑臣 来自格森王国 那我便称呼你为剑臣兄弟吧 既然我赢了 那 之前的赌约呢 剑臣兄弟放心 我这就让人 把家里那两只七美拉带过来 去吧 是 混账 你小儿那浑小子 简直是胡来 那小子人呢 回 回家主的话 少爷此时正在客房 和那位剑臣公子 喝酒聊天 来人 提我去试试那小子 到底有几斤几两 是 剑臣兄弟 我秦霄 今日输得心服可服 来 准备 来 秦霄兄弟客气了 看来这秦霄 也是性情动人 剑臣兄弟 咱们以后有空 可要多切磋切磋啊 那自然没有问题 只是 剑臣兄弟 难道是有什么难言之言 但说无妨 和明都二人 只是偶然路过此处 接下来 我们还得去佣兵城 参加佣兵盛会 原本只是打算 在瓦罗朗斯城 休息片刻 补给一番 继续赶路的 没想到刚进城 就和秦霄兄弟 不打不相识了 果然我和剑臣兄弟有缘啊 此话何意 难道秦霄兄也要去参加佣兵盛会 没错 说是如此 那秦霄兄 你不妨与我二人一起赶路 不然恐怕会赶不上 剑臣兄弟 不用这么着急 你可听说过空间之门 空间之门 难道秦霄兄家中 有空间之门 传闻空间之门 仅需一步 就能跨越千万里之遥 非常的神奇与弦傲 是天元大陆 唯一可以远距离传送的神奇之物 剑臣兄弟太看得起我天秦家了 虽然我们算是这里的大户 但还无法拥有这等宝物 不过 我们诸亚王国的盟国里 就拥有空间之门 剑臣兄弟 不如就先在我这住下 等两个月后 我们一起通过空间之门 前往拥兵之城 如何 如此甚好 那就 多谢秦霄兄弟了 这样一来 我便可以在这里 安心修炼两个月 到时候在佣兵大会上 也能多一次胜算 好说好说 来来来 喝酒 就是这里了 该来的 还是得来 请进行 什么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句话 应该是我问你才对 这小子的实力 居然如此之强 自然实力 至少也是三传的大上师 绝对要问清楚 这人的来历 自己名 这 我得告诉家族 这小子半猪吃虎 想跑 许臣 你没事吧 明东 你这怎么了 别提了 刚有个老六偷袭我 让我一切捅了他的菊花 啥情况 你这也被偷袭了 跑了 可是咱们俩刚到网罗朗斯城 也没得对谁 咱们都打了这么久 动静不可谓不得 秦霄兄弟家的看院护卫 睡得可真香 你的意思是 秦霄派人来自杀我们 应该不是秦霄的想法 他是光明磊落之人 而且来的人 也不是为了自杀咱们 只是谈下实力罢了 想不到天秦家 也是这种下三滥的家族 这世上又有哪个家族 没有阴暗的一面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明天早上 看看秦霄怎么说吧 行行行 我都听你的 建成兄弟 你醒了吗 我跟你说 昨天晚上我想到一招 可以破 建成兄弟 你这房顶怎么漏了 难道昨夜 有女流氓偷看你 昨天夜里 确实有一个神秘的黑衣人 来刺杀我 但是不是女的 我就不知道了 什么 岂有此理 那些看怨的护卫 都是饭桶吗 小儿 大早上的吵什么 父亲 你来得正好 我有事跟你说 何事慌慌张张 吵吵闹闹的 这位是 父亲 这是孩儿 昨天结交的朋友 建成 见过天秦家主 建成小兄弟 真是一表人才啊 父亲 你听我说 事情是这样的 极有此理 竟然有人敢在我天秦家族撒野 家主心怒 我们一定全力追查凶兽 请家主 给我们一个江湖赎罪的机会 谢你们七日之内抓到凶兽 否则 就别在我天秦家待着了 父亲家主 建成小兄弟 实在是抱歉 此时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小儿 你先带小兄弟去城里的珍宝坊 转转转吧 秦家主客气了 只是 不知这珍宝坊是 我知道 你跟我走就行了 这珍宝坊啊 这么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居然能重拢几岁三转大盛师 这小子看来不简单呢 建成兄弟 这就是我们瓦洛朗斯城最大的珍宝坊 这里面能发现许多奇珍异宝 欢迎秦少爷大家光临 我知道秦少爷今天想要什么东西呢 这是我兄弟建成 今儿是带我兄弟来你们这逛逛 看看能不能买到好东西 建成少爷好 需要我叫几个姐妹出来 带着您转一圈吗 不用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是真的可爱 你们逛你们的吧 我自己随便转转 好 那你逛完了 去来这找我 秦朗这珍宝坊 似乎 体内的紫星剑灵 就一直在不停地躁动着 可怜路上 一定有保护 是这了吧 不愧是瓦洛老司城最大的珍宝坊 宝坊可真不是我 不过能让紫星剑灵如此躁动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是戒指 那是戒指 不是这东西 公子好引力 公子手里的这枚戒指 乃是麻痹戒指 是我珍宝格的真品 只要戴上这枚戒指 便可触发朝朝麻痹的效果 现在这枚戒指 只卖一万次金币 一个破戒指卖一万次金币 这比抢劫快啊 你别瞎说 你没听到那戒指的能力吗 公子如果想要的话 我给公子打个九九折 只要 不要 公子 你听我说 这是 这是 这石头 以我体内的紫星剑灵 似乎在产生某种运气 看来就是这个东西了 老人家 这东西多少钱 那破石头不卖 你要是真想要 就买点别的东西 本以为是个有眼光的公子哥 没想到是个穷鬼 那好 我买这块玉佩 你把这破石头送给我 如何 玉佩价值两万次金币 不打折 两万 比刚才的戒指还贵一倍 那破玉佩我看也就值八九千的样子 估计 是这位公子刚才得罪了那老头 现在老头 邪私抱他 我真不合作 我买卖 下来童所无欺 这玉佩老朽说值两万 就值两万 好 你说两万就两万 不过这石头 咱可收好了 又送给我 放心 我珍宝格说话算话 很好 是 果然没错 五彩神石 这破石头竟然是传说中的 五彩神石 难道是那传说中 散发的光可以给人带来祥瑞的五彩神石 传闻 有五彩神石打造饰品的话 可以让佩戴着刀枪不弱 这小子赚了呀 一块五彩神石 少说也值几千万紫金币呀 老人家 刚才你可说了 这东西是送给我的 可不能反悔 看来我这老头子的眼力 还是要练的 公子放心 我珍宝格做生意同所无期 说了送给你 就是送给你 多谢先贝 得赶紧离开这里 不然肯定会被人盯上 站住 小子 这五彩神石我要了 你开个架吧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若是我不卖你 那你今天恐怕没办法 活着走出这间屋子 没想到天晴家族的 天绝公子居然来了 唉 看来那位小兄弟 也要倒霉咯 不想死的话 就乖乖把五彩神石 双手奉上来 跑狗不挡道 让开 臭小子 只说我是狗 好的狠 看来你是敬酒 不知是法酒 老程 给我把这小子腿打断 这辈子只能跪着走路 是 少爷 小子 受死 进来 听他的话 恐怕你的愿望 要落空了 你 你到底是谁 竟然敢对我们天晴家族不敬 告诉你 天晴家族可是 叫什么叫 哪个天上的敢偷袭老子 秦 秦霄大哥 天绝 你是又皮痒 你是又皮痒了吗 敢惹我秦霄的兄弟 你兄弟 是谁啊 建成啊 啥 臭小子 我看你是又皮痒了是吧 居然敢对我兄弟动手 哇 这些个浪漫 你也让天晴家族不敬天晴 现在 是天会心灵 秦霄 你给我等着 回去之后 我一定将此事禀告给我爹 你就等着受罚吧 哎呀 居然还敢拿你爹来压我 我打死你 秦霄兄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 是 行 今天就看在我兄弟替你求情的份上 饶鬼 不然 我也打断你的腿 怎么样 你没受伤吧 喂 多亏请教兄弟来得及时 走吧 我也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 好 我去喊明东那小子 然后 咱们就回家 听琴声 是我二妹回家了 走 我带你们去见见我二妹 呃 爹 你怎么在这儿 混账小子 你是不是又揍天爵了 呃 你说啥 我听不懂 天爵他爹已经告上门来了 给我过来 呃 爹 你轻点啊 剑城兄弟 你先随便过过 那会儿我去找你 呃 好 好吧 你是谁 为何出现在我琴家 在下剑城 是琴霄兄弟的朋友 被二小姐的琴声吸引过来 抱歉 打扰了 我大哥人呢 呃 被琴家主 拽着耳朵拖走了 剑城公子 觉得我这琴音如何 二小姐的琴声 不仅能引到 引动人的心弦 而且有一刹那些 让我仿佛置身 琴静之中 令人佩服 听剑城公子所言 公子似乎也懂得琴音 二小姐说笑了 在下 只是有感而发罢了 多谢剑城公子夸奖 只是我能弹出如此琴音 依靠的 只是这把蕴含着 琴圣天魔女胜利的琴霸了 琴圣天魔女 二小姐 请问 这琴圣天魔女是何人 公子来自遥远的王国 对于琴圣天魔女 自然不知 琴圣天魔女 是以琴音伤敌 令人防不胜防 凡是与她过招之人 不是在琴音中迷失自我 陷入幻境 就是被琴音直接抹灭了灵魂 死于无形之中 数十年前 天魔女弹奏了一曲 就令上百万士兵都陷入了沉眠当中 整整三天三夜才清醒过来 一曲琴曲 就让百万士兵 沉睡三天三夜 这也太恐怖了 若有机会 在下倒是想要见识一番 这位天魔女 天魔女已经成圣 岂是那么好见的 二小姐说的是 对了 我听下人说 你要跟我哥一起去拥兵大会 没错 此次我们会一同前往 剑城公子 我 剑城兄弟 二妹 我来了 你这是怎么了 别提了 天爵那小子 找我爹告状去了 我爹把我揍了一顿 这 真是保险啊 不要在意 我虽然挨了顿打 但是 我刚才又把天爵那小子 揍了一顿 你这顿打 挨得真是不厌 既然大哥你来了 那我就回房间去了 二妹 你这次回来 是打算 跟我们一起去拥兵大会吗 出发的时候再说吧 行刑姑娘 刚才似乎有话要说 不过在去拥兵大会之前 我得想办法 尽快提升一下实力了 秦小雄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前往拥兵之城 不急不急 现在距离拥兵盛会 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起码 还要等上半个月再出发 既然这样 那我先去附近修炼一番 看看能不能有所突破 好 正好 我也要闭关 咱们半个月后见 对了 明东人呢 他怎么没跟你在一起 听说 是跟珍宝阁的小姑娘玩去了 这小子 我说 你这次可得帮我 天少爷放心 区区一个没身份 没地位的人 我老吴弄死他 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只是 天少爷确定没看错 那剑尘拿的是五彩神石 那还能有假 整个珍宝阁的人都看到了 我说 难道你以为我会骗你吗 我就是想揍那小子一顿解气 五彩神石归你都可以 那就多谢天少爷了 只要那小子离开天晴家 吴长老 那小子出城了 出城了 那小子手里拿着一块五彩神石 居然还敢出城 知道那小子出城去哪了吗 回吴长老的话 小的打听到 那小子打算去城东侧的森林历练一番 看能否在拥兵大会之前有所突破 天少爷 你说这是不是天主我等 我说 拜托你了 打了一天的魔兽 能否找个合适的地方 把五彩神石的能量给吸收了 到时候 应该能有所经济 谁 前辈是何人 为何突然袭击我 小子 交出五彩神石 我可以给你留个全尸 你是天觉起来的人 既然知道了 那就别怪老夫下手中了 既然知道了 那就别怪老夫下手中了 受死吧 这 是老头 既然是大地圣诗 不愧是五彩神石 居然能让你一个大圣诗 和我这个大地圣诗 打个平手 剑城 剑城 现在给你两条路选择 一是留下五彩神石 我别让你死个痛快 二是 我先把你折磨至死 再从你身上拿走五彩神石 你好好选一个吧 哦 你就那么确定能胜过我 笑话 你该不会以为仅凭一块石头 就能弥补大地圣诗和大圣诗之间的差距吧 既然你灵丸不灵 那就别怪老夫了 灵丸不灵 行你吗 杀人 石头 没想到 这五彩神石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威力 剑城 今天这五彩神石 必定是我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能打赢你 跟五彩神石没有关系 狂妄的小子 你以为仅凭你大圣诗的实力 能看断我的神兵吗 如果是依靠外力罢了 外力 既然如此 那就让你好好看看 真正实力吧 消失了 现在 还是外力吗 那 这 小小年纪 怎么 可能 还真是 无聊至极 你 啊 嗯 果然 温饰了五彩神石的能量之后 我们成功突破到大地盛世的境界了 是时候 去用兵社会了 剑城兄弟 你终于回来了 你这一走 就是消失了十天的时间 让我都好一阵担心 抱歉 这不是回来了吗 剑城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去哪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都不知道去哪找你 我看你想找的是珍宝阁的姑娘吧 秦小兄 你说我说的对吧 确实啊 剑城兄弟啊 你是不知道 现在珍宝阁那丫头 行了行了 我这不是 老一结合吧 不错 看来你风流之鱼 也没有落下修炼 都已经突破到大胜师了 那是 我多勤勉啊 你该不会也想跟明东那小子一样吧 别 别胡说八道 我不是那种人 哎呦 剑城兄弟 我说的是突破的事情啊 你以为是啥啊 是 我也以为是突破 好了 咱们也休整休整 准备前往佣兵大会吧 没问题 明天一早咱们就出发 今晚好好休息一下 剑城小兄弟 我有一事相求 希望你能答应我 这 该不会又是来找我麻烦的吧 天秦家主 请进来说话 多谢小兄弟 剑城小兄弟 真乃天宗奇才 短短几日不见 居然已经突破至 大地圣师的境界了 天秦家主过奖了 小子不过是一时好运 不知 天秦家主深夜到访 所为何事 要不是为了前几日夜晚 派人来试探 小兄弟实力的事情 道歉的 还请小兄弟见谅 这是一本隐藏气息的法门 修炼之后 不仅能掩盖你突破 大地圣师时 还未消散的那股气息 同时 也能完全掩盖你的实力 多谢天秦家主 只是 那晚的事情 我可以当做没发生 但吴长老的事情 还请您 给小子一个解释 吴长老 他怎么了 前几日 吴长老在森林里 遇对小子杀人夺绑 最后被我反杀 您不知道此事 竟有此事 老夫不知道啊 坏了 早知道就不说了 建成小兄弟 老夫今日前来 一是赔罪道歉 而是希望你能在拥兵大会上 帮忙照看秦霄一二 萧儿性格太过单纯 若是萧儿遇到什么危险 还请小兄弟 届时能够出手搭救 尽量保全萧儿的性命即可 天秦家族请放心 我和秦霄兄一见如故 就算你不说此事 若秦霄兄有危险 我建成也会挡在他的前面 好好好 有建成小兄弟这句话 老夫就放心了 只是 那个吴长老的事情 怎么办 建成小兄弟 你有所不知 我们天秦家族 是由天姓秦姓 两个氏族组成的家族 两边互相看谁都不顺眼 你干掉的吴长老 是天家的人 不是我秦家的人 所以放心吧 本家主会当做 什么都不知道的 厉害啊 我还是第一次 做这么大的飞艇 那是啊 这可是我们 不知不觉 已经离开家好几年了 木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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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姓爹 还有 姓爹 姓爹 花云走 待会重回徐阳府的时候 就是你们的覆灭 这老头要睡到什么时候 还不赶紧宣布开机比赛 就是就是 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了 这就是傭兵盛会啊 来的人还真是多 竞争激烈点才好玩 应该快开始了 戒门已经开启 现在我宣布 五十年一次的佣兵比武大会 正式开启 这是参赛令界 首轮淘汰赛将会在一个独立的世界中举行 而进入戒门后 你们会被随机传送到任何一个地 淘汰赛的期限为一年 在这一年当中 夺取翻载令剑 总数全五百名者入围 其余人全部淘汰 各位祝你们好运 这传送还真是俗不好 差点头着地了 谁 出来 是我 是我 别紧张 你小子居然跟我传送到一块了 咱们兄弟联手 一定能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明东 不要大意 这比赛才刚刚开始 小心 来得正好 火 就你箭尘了你 请你独立 箭尘 箭尘 你干嘛把我扔出去啊 蛇呢 怎么不见了 抱歉 一时没忍住 这蛇 已经被我处理了 什么 圣木扣又搞定了 这么不惊打吗 好了 咱们赶紧去探索秘境吧 别再这浪费时间了 等一下 这臭蛇的魔盒可还没学 不能就这么走了 还是都三箭魔兽 这个魔盒你不要 我就收着了啊 你拿着吧 三箭魔盒 现在对我已经没用了 我的乖乖 这里的毒烟 怎么这么浓郁啊 毒烟不会无缘无故 出现在这里 肯定操有什么秘密 我带了解读单 但不知道对这毒物 有没有效果 你要不要试一下 我有办法可以隔去毒物 你吃吧 你这奇奇怪怪的工法 可真不 那行 要是你不舒服了 就第一时间告诉我 这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两位小兄弟 这秘境多有危险 要是不想白白送命的话 就乖乖把你们身上的东西 都交出来吧 大地盛世 看来这位小兄弟的眼光不错 怎么样 可以交出东西了吗 放心 区区大地盛世吧 交给我就钱 你这小娃子 好大的口气 那就别怪我下死手了 人长得丑 想不到是什么 有本事 就自己过来拿呀 你找死 这不可能 你居然 你居然也是大地盛世 年纪轻轻的 你不想武德 把身上的东西拿出来 这样我还能饶你一命 否则 我错了 这是我的空间戒指 要我一命吧 你走吧 是 你小子什么时候突破到大地盛世了 居然瞒着我 那可不怪我 我突破 是在离开天前家族的那几天 而那几天 如果前销的话属实 你应该也在和珍宝哥的妹子 努力突破吧 行了行了 咱们不带这么买太人的 难得见你这个表情 小心 这不是毒 是幻境 我好 memo 有受门 你可以 我相信 我关心 你 我 不 肯 你 我 不 我 闻 我 şa 声 我 闻 吻 我 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